好的 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们泰格公爱课 这一节课咱们的主题非常非常关键 就是你们要学NP 要学IE 要做一个高新的网工 这一节课内容非常非常重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内容 这一节课咱们主题就是假IPv4的动态路由选择 假IPv4路由相关的这些关键的理论基础知识 OK 那今天的这边的话 这一节课咱们所有内容基本都是围绕路由器的 围绕路由器 围绕多层交换机 围绕防火墙 当然围绕它们什么呢 围绕它们的 路由功能 那这边关于路由器这个设备的定位呢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路由器 对吧 存在于多个网络中间 它不做接触设备啊 不直接把我们计算机连接住 对吧 路由器是把多个网络啊 连在一起形成互联网 它负责什么呢 负责网络之间的数据转发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网络通信有两种嘛 一个叫网络内通信 一个叫网络间通信 对吧 路由器不关心网络内通信啊 它只关心网络间通信 那为了转发网络间通信的数据 对吧 它收到数据之后啊 得要查看数据的三层报头的目的IP 对吧 通过查看目的IP 确定咱们流量的接收者是谁 然后接下来 再基于路由表嘛 来分析一下 这个接收者主机 所在这个网络啊 对吧 我知不知道怎么走 那如果我知道啊 我就会沿着去往该目的网络 作用路径 来帮你把数据呢 顺利的发给目的网络 来保证接收这个主机啊 能够收到我们的数据 对吧 那接下来我也说了 你路由器收到的是个数据帧啊 你数据帧按照常理来说 咱们成帧之后 你都会写什么 你都会写到二层帧头真尾 对吧 那这些写到二层帧头真尾的 对吧 这些数据帧 你收到之后 你能直接查看三层报头内容吗 答案是不可以 对吧 你想要查看三层报头内容前提是 你要去掉咱们的二层帧头真尾吗 你得去掉二层封装 那你去掉二层封装 是有前提的吧 对吧 我们说了 你一台网络设备收到一个数据 什么时候你会拆包啊 就只有当你认为这个报门发给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拆包 对吧 那什么时候你认为报门发给自己的呢 那很简单啊 就是你收到一个真 通常是个以太网真啊 这个以太网真的二层针头的目的麦地址 跟你接收接口麦地址一样的时候 你会去拆包 对吧 拆完包 查看它的三层报头目的IP 确定它的去效 然后接下来查路由表 因为在路由表里面 对吧 我们会 路由表里面会指示路由器啊 一个目的网络在哪里 当你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该把数据呢 通过你哪个机会发走 发给哪一个 下一条地址 对吧 然后接下来路由表告诉我们 比如说你去往网络X 该把包通过呢 几笔特零桶一个发 你就会通过这个机会发 对吧 发给哪个吓一跳 你就会把包呢 给这个吓一跳去发送走 好 那这就是路由器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么一个方式 那基于这个工作的方式呢 我们来进一步的来展开来 带着大家来研究一下咱们路由器的控制层面和数层面 这一节课很关键 你们要研究任何路由器的协议 这一节课对吧 是咱们的基础 你如果说这一节课的基础知识没有去到位 对吧 你研究什么OSPFBGP 对吧 研究什么VPN 你都会心有余力不足 这一节课非常重要 它是铺垫 OK 那接下来我会说了 就是在研究一些拥有智能的网络设备的时候 咱们要通过两个层面来分析 一个层面叫控制层面 对吧 一个层面叫数据层面 那在讲具体内容之前 再来回顾一下 什么叫控制层面 控制层面 咱们主要研究就是 你一台网络设备 对吧 是如何了解到 咱们网络连接信息的 对吧 那对于咱们路由器上大老粗 你不关心一个网络内 咱们主机怎么连接的 但你关心什么 你关心一个网络在哪里 对吧 那接下来一个网络在哪里 你会通过一条路条路来表示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对吧 这个网络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呢 对吧 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获得一个网络路径信息呢 那这个就是控制层面 研究控制层面 就是在研究你路由器 对吧 是如何了解到 一个网络在哪里的 你如何拥有 去往该网络的路由条目的 对吧 那这个就是控制层面 那接下来数据层面 咱们研究什么呢 就是你路由器实际上 收到主机给你发送的一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可能来自于网络X 圈网络Y 那你路由器 当你实际收到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如何利用你的路由条目 来做数据转发 对吧 也就是说你收到这个数据之后 你怎么查表 对不对 你怎样判断这个数据 对吧 该如何转发 那这就是数据层面 那当然我们也说了 路由器的控制层面优先级 要高于数据层面 因为你要转发一个数据 前提是 你要了解 对吧 这个目的网络在哪里 你得拥有去往一个目的网络路由 你才能使用该路由条目 来转发数据去往该目的网络 那如果说一个目的网络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啊 对吧 你没有去往该目的网络路由于信息 那当你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的报文的时候 对吧 你是没有能力去转发的 好吧 你是没有能力去转发的 OK 那这边的话 咱们就基于这点啊 来展开咱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就先来看一下这个路由基础吧 对吧 什么叫路由啊 对吧 路由就是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路径 对吧 你信源主机发送一个数据给接收者 对吧 你添加一个三层帽头 三层帽头里面添加一个原目IP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给路由器看的 我给你路由器查看咱们报文的原目IP 让你路由器知道啊 这个数据包是由谁产生的 对吧 是由谁接收 对吧 那接下来路由器根据目的IP确定了接收者主机所在的目的网络 然后根据去往该目的网络路径啊 来给你沿着网络呢 一跳一跳的来做一个传递 那最终保证你信源产生数据啊 能够被接收者去接收 好吧 那这个就是路由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呢 具体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路径 好吧 那这个路由 路由器是在哪里记录呢 是在一张表里记录啊 这张表咱们称为叫IP路由表 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路由器的IP路由表不止一张啊 对吧 这个IP路由表在咱们研究完VPN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可能怎么样 会有很多张 那这很多张IP路由表里面有一张是主路由表 好吧 然后所有其他的我们都称为叫VPNV4的这么一个路由表 OK吗 然后接下来路由表有单波形式的 有组波形式的 好吧 有IPV4的 有IPV6的 那当然目前呢咱们IPV6没有研究啊 我们下节课明天给大家讲个集讯营 这个集讯营中啊 咱们会讲一下IPV6相关的技术 那当然这一节课 我所提到的这个路由表啊 统一的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一节课提到的IP路由表 那就是IPV4单波 叫IPVC Unicast Routing Table 好吧 这个叫IPV4单波路由表 首先这个路由表里面咱们描述网络是在IPV4地址来描述的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路由表组件完毕之后啊 是为了帮助你转发单波数据 好吧 那接下来关于主播呢 关于IPV6的 那咱们以后呢 在MPH1中啊慢慢的可以打响 可以吧 每台路由器啊 每台路由器啊 你都需要有路由 你都需要知道这些网络在哪里啊 只有当你知道一个网络在哪里了 那当你收到去往该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就能沿着咱们路由的指向来把数据怎么样 通过你的相应接口发出 发给相应的 吓一跳 好吧 也就是说了 路由条目能够告诉路由器啊 你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干怎么走 那当你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就会通过去往该目的网络路由啊 来做一个数据的转发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条目存在于路由表中啊 路由表里面肯定不止一条路由条目啊 你路由条目通常会有很多条 好吧 这众多条路由组成一个路由表 IP路由表就是用于对吧 路由器转发数据的 你路由器收到任何一个报文 对吧 我都要查路由表来确定啊 这个报文该怎么转发 对吧 当我确定了这个报文怎么转发之后啊 我再把报文通过我相应接口发出 发给下一个地址 好吧 这就是路由器和路由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呢 好 请注意啊 一条路由条目 我们最多包含六要素 好吧 六要素 那这六要素分别是描述一个网络的 对吧 前阵和阎码 因为你每一个网络需要有名字嘛 对不对 你总不能告诉路由器 对吧 网络X怎么走 网络Y怎么走 这个网络X网络Y 对吧 你说给管理员厅啊 你说给咱们诱惑 咱们诱惑能够理解 你说给路由器 路由器不能理解啊 对吧 你路由器要访问一个网络 那这个网络必须得有名字啊 这个网络必须得有名字 那当然网络名字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IP地址啊 对吧 我们先说了IP地址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主机位权为0的IP 这种主机位权为0的IP 我们称为什么 网络号吗 这个网络号就能标识这个网络本身 好吧 那既然路由器我的路由器 是指上一个网络的 那这块咱们这个网络拿什么来描述呢 就是拿它的网络号 对吧 那当然光网络号够吗 光网络号不够啊 对不对 咱们还需要一个研码 来描述咱们网络位和主机位 各多少位 可以吧 那这边的话标识每一个网络的 就是该网络的网络号和研码 好吧 你在网络条目中啊 我拿什么来表示一个网络啊 就拿它的网络号和研码 然后接下来 哎 有了网络了 对吧 我们也说了 路由条目告诉路由器啊 去往这个网络 那包该怎么发 对吧 那你要发包 肯定要对应一个发包接口 对吧 这个发包接口 咱们就称呼叫出接口 OK吗 然后接下来除了出接口以外 咱们还包含一个吓一跳 好吧 这个吓一跳是什么呢 我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吧 网络中的一跳 一般指的就是一台三层网络设备 比如说主机A连接R1 连接R2 连接主机B 那在这个例子中啊 主机A跟主机B之间啊 隔了两跳啊 第一跳是R1 第二跳就是R2 好吧 所谓的一跳就是一台三层网络设备 对吧 可以是一台路由器 可以是一台多层交换机 也可以是一台包口腔 对吧 就比如说了你主机A访问主机B啊 你的下一跳就是R1左边接口 好吧 相当是能忘关嘛 R1在访问主机B的时候 它的下一跳是R2左边接口 好吧 R2在访问B的时候 那由于对吧 我们直连啊 我可以直接把包发送给你 好吧 所谓的下一跳就是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沿途的第一台邻居路由器的直连接口 好吧 这就是下一跳 OK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器条目呢 咱们用来指引方向性的 这些信息啊 这四个就够了 对吧 咱们拿网络的网络号和研码来标识网络本身 对吧 我们拿去往这个网络的出街口和吓一跳啊 来描述对吧 去往该网络的路径 好吧 那路由器在路由里面啊 你记录一条路由 那咱们怎么样 最起码会包含这四样东西 那当然除了这四样东西以外呢 咱们还包含两样额外东西啊 这两样额外东西 一个咱们称为叫开销啊 这个咱们也称为叫度量值啊 叫cost啊 叫开销 好吧 这个咱们也称为叫metric 叫度量值啊 叫度量值 然后接下来还包含一个叫 这个叫优先级啊 叫preference啊 司科把它称为叫administrative distance 华为叫优先级 华为叫优先级 司科呢叫管理距离 好吧 咱们一条路由器条目呢 它会包含这两个东西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介绍一下 这个度量值用来描述一条路径的好坏 好吧 它是一个量化后的阿拉伯的数字结果啊 你通过这个阿拉伯数字的结果能够描述该路径是好还是坏 对吧 度量值越大代表路径越差 你度量值越小代表路径越好 可以吧 那一般呢咱们路由器 对吧 你想要获得咱们一个园区内各种各样网络路径信息啊 你肯定需要运行动态路径的协议 那当你运行动态路径的协议之后 对吧 你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可能会通过多条路径来学到路由信息 对吧 你认为通过多条路径啊 咱们都能防备这个目的网络那这个很正常 对吧 那接下来这多条路径给访问目的网络呢 咱们到底使用哪条路径呢 对吧 那路由器肯定会尽可能使用最优路径 那这个最优路径对吧 到底怎么去判断 对吧 那这块的话 咱们各种各样路径的协议啊 就想出一个办法 对吧 我们通过路径的一些参数啊 来计算它的度量值 好吧 那有的路径的协议呢会基于跳数 你一条路径经过几台路径器 你经过的路径数量越多 路径越差 你经过的路径数量越少 你路径越优 好吧 有的协议会基于你链路带宽 你链路带宽越高 你路径越好 你带宽越低呢 你的路径越差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基于你路径据据猜数啊 我通过一个计算 会形成一个量化的这么一个指标 那这就是你这条路径度量值 对吧 那接下来一台路由器 如果说你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有多条路径 对吧 我就比较这多条路径度量值 对吧 哪个度量值大 代表哪个路径不好 哪个度量值小 代表哪个路径好 对吧 我会使用度量值最小的路径啊 来转发数据 去往该目的网络 能理解吗 这就是咱们的这么一个选路啊 这就是一个选路 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不同的路由选的协议啊 我们针对一条路径 对吧 评判好坏啊 咱们的标准不一样 那所以说如果你一台路径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咱们有多条路径啊 A路径 比如说咱们通过瑞华来获得路由的 然后接下来B路径 咱们通过OSPF来获得路由的 你这两条路径 咱们获系路由的协议不一样啊 那这两个协议 咱们针对路径好坏 对吧 我们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 对吧 比如瑞宝 来衡量路径好坏 而OSPF呢 是看路径带宽啊 来衡量路径好坏 对吧 那所以说这块你A路径 我给你显示了多少跳 B路径 我给你显示的是带宽对你的度量值 那这个度量值 同样都是阿拉伯数字 咱们能比较他们的好坏吗 对吧 没有任何可比心啊 就好像你在选美的时候 对吧 我们选美 有的人看什么啊 看外在 有的人看内在 对吧 那所以说看外在的选出了这个冠军啊 跟看内在选出冠军啊 那十有八九不是同一个 那并且 对吧 这两种标准 咱们之间没有任何可比心吧 对不对 你外在跟内在 内在这么比啊 算没法比啊 驴唇不对马嘴 那所以说呢 咱们只有当通过相同的标准啊 来衡量路径好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衡量出来这么一个结果啊 咱们才有可比心 懂理解吧 那所以说只有你智台路径啊 通过A路径B路径 咱们使用相同的协议 学到X网络路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通过比较什么 这些路径的度量值 来判断到底哪个好 对吧 哪个不好 OK吧 那这个是希望大家注意的 好吧 那前来总结一下 你路由器路由表里面 一条路由器条目啊 你最多就包含这六条素 总结一下 描述一个网络的 就是该网络的网络号和研码 对吧 用它们俩来描述一个网络 然后接下来会包含一个出接口 用来告诉路由器啊 我收到去往该网络的数据 我该把数据通过我哪个接口 发出来 对吧 会包含一个吓一跳 这个吓一跳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是所有路由都需要啊 这个对于路由器而言 咱们路由分为两种 一种路由咱们称为叫直连路由 一种路由咱们称为叫非直连路由 原因是因为对于它路由器而言 咱们网络就有两种类型啊 一种叫直连网络 一种叫非直连网络 好吧 这个直连网络就是一个网络 跟路由器直连吧 你路由器有一个接口 直接属于这个网络 好吧 那这种网络咱们就称为叫直连网络 指向直连网络的路由 我们就称为叫直连路由 那接下来 同样的 如果一个网络 跟该路由器的任何一个接口啊 都没有连接 那这种网络 咱们称为叫非直连网络 去往非直连网络的路由 我们就称为叫非直连路由 对吧 比如举个例子啊 对于路由器 这台路由器而言 对吧 我们这个10.1.0网络 它就是非直连的吧 对不对 你去往该网络路由 那就是一个非直连路由 但是对于这台路由器而言 对吧 这台路由器啊 我的这个右边这个接口 就连接这个网络了 所以这个网络是我的直连网络啊 我关于该网络路由啊 就是直连路由 请注意啊 咱们有这么一个惯例 就是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非直连网络路由啊 咱们可以包含下一条 对吧 因为这个网络跟我不直连嘛 对吧 我收到去往该网络数据 我不能直接的把数据啊 发给这个网络 对吧 我想把数据发给这个网络 我必须得把数据怎么样 发给离该网络更近的 这么一个邻居路由器 那这个相比我 离该网络更近的邻居路由器 就是我去往该网络的 下一条 就比如说 对于这台路由器而言 它去往实网络 下一条 就是右上角的 这台路由器 但我问大家了 你觉得对于右上角 这台路由器而言 它去往实网络 我这个路径 需要下一条吗 大家觉得这台路由器 去往该目的网络 咱们的路由需要下一条吗 你们觉得需要吗 我觉得又不需要了 对吧 这个网络都跟我直连了 我要发包去往这个网络 通过我右边接口 发不就完事了吗 我需要啥下一条 对不对 这个下一条是真的 是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来搞一个下一条 用来指引我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路径 对吧 那当然我需要这个指引的前提是 该网络跟我不直连 对吧 这个网络跟我不直连 我没有办法直接把包 发给这个网络 那我只能把包发给离这个网络更近的 这台邻居路由器 对吧 我只能这样做 但是如果说这个网络离我就是最近的 我直接连接你 没有哪台路由器比我离该网络更近 那这个时候 对吧 我在转发去往该网络数据的时候 我不需要把报纹发给什么邻居路由器 我直接发给该网络主席就好 对吧 那所以说这种直连路由没有下一条 但是你会发现 咱们华为路由器特别有意思 华为路由器 泥台路由器的路由表里面 直连网络路由 还有非直连网络路由 咱们都会包含下一条 好吧 那这个直连网络路由 咱们拿什么来做下一条 很有意思 它会拿连接该网络的自身的接口地址 来做下一条 但我想问的是这是下一条吗 下一条咱们一般指的是邻居啊 而你这种直连路由 下一条指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是那邻居吗 你自己是你自己啊 能理解吧 那所以说我觉得 它之所以这么设置啊 是为了格式一致性 对吧 我希望大家在查阅路由表的时候 直连路由非直连路由 对吧 咱们下一条这个字段啊 你都是有这么一个数值的 不要说有的路由有下一条 有的路由没有下一条 对吧 那这个呢 玻璃于咱们的路由表的这么一个设置 对吧 可能不美观吧 它是为了美观起见啊 对吧 我给你所有路由都包含一下 非直连路由 下一条就正常的 对吧 该是谁就是谁 直连路由下一条 就是你这台游户器啊 连接 对吧 该目的网络的这么一个直连接口啊 你这个直连接口的地址就是你去往该网络的下一条 好吧 那有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除了这些以外 就是一个度量值加一个管理距离啊 这个度量值呢 用来描述该路径的好与坏 当然这个直连路由是没有度量值的啊 直连路由对吧 不存不存在路径嘛 对不对 我去往该网络不存在路径啊 你不存在路径 咱们也不存在什么路径的好与坏啊 所以说直连路由是没有度量值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种叫静态的路由也没有度量值啊 因为这个静态路由是管理员登陆路由器来配命令啊 管理员通过配置命令方式来告诉路由器啊 有这么一个网络在这里啊 我希望你收到去往该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这个数据对吧 该怎么怎么找他 对吧 那接下来既然这个施令是咱们管理员下放的啊 对吧那所以说该路径的好与坏 不需要你路由器来判断 对吧 你按照我们的指示来做就好了 好吧 只有当你路由器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之后啊 你通过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学到了非直连网络路由 那这种路由才会接下来度量值 对吧 因为我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都会设计冗余吗 什么叫冗余啊 就是你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不会说是端到端只有一条路径 你端到端如果只有一条路径 这种网络叫没有冗余的网络啊 没有冗余的网络非常恐怖的 你沿途的任何一个接口挂了 任何一条链路挂了 任何一台设备挂了 都会导致你这个目的网络不可达 对吧 那这个咱们充分一下单点故障 那为了避免单点故障 对吧 咱们肯定要设计冗余嘛 那当你设计完冗余之后 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有多条可选路径 对吧 我觉得这个再衝上不过了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你在这多个路径上都运行路径的协议啊 对吧 那你运行完毕之后 对吧 你路由器通过多条路径 都能学到关于该目的网络路由 那哪个路由你会加入路由表来使用呢 对吧 你会加入最好那条 那这个最好那条拿什么来判断啊 就根据他们的什么 度量值大小嘛 两条路径都有度量值 哪个度量值小 对吧 哪个路径就好 哪个度量值大 哪个路径就差 对吧 我通过度量值 来衡量一个路径的好与坏 那当然这个标准呢 是根据该路由选择协议来定的 对吧 该路由选择协议 觉得基于跳数来衡量好坏 对吧 我们就看这两个路径嘛 哪个经过路径少 哪个经过路径少 跳数少 对吧 就优嘛 对吧 相反就差 然后接下来有的协议 是基于你列入带宽 对吧 有的协议基于复合度量值 对吧 不同的协议咱们 评判的方式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对吧 它们之间是没有可比倾的 只有相同的路由协议 针对不同路径 咱们计算出来度量值 你是按照相同标准来算的吗 咱们可以比大小 好吧 越小路径越优 越大路径越差 好吧 那接下来最后呢 咱们还有一个叫优先级的东西 这个你跟他说了 这个优先级是个什么东西呢 需要注意就是你路由器 想要学到一条路由 你的学习方式可多了 咱们有直连路由学习方式 还可以通过静态来学路由 还可以通过什么 各式各样的动态路径的协议 像RAP EIGRP OSPF ISIS BGP 对吧 就是你会发现一台路由器 你能够通过各式各样的协议 来学到一条路由条 对吧 那接下来如果说 你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 学到一条相同路由 那咱们使用哪一个呢 对吧 咱们肯定要使用靠谱的那个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了 咱们给予每一种路由获取方式 对吧 分配了这么一个可靠性的这么一个值 那这个值咱们就称一下优先级 优先级取值范围0到255 0到255 这个值越小 代表该路由获取方式 越可靠 这个值越大 代表该路由获取方式 越不可靠 那就比如说了 咱们直连路由的优先级 默认为0 你静态路由的优先级为60 对吧 OSPF内部路由为10 外部路由为150 对吧 你不同的厂商啊 给予不同的协议 咱们分配的这个优先级啊 不一样 对吧 我刚刚说是华为的 华为跟思科的就不一样 对吧 那既然来设置这个优先级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该厂商啊 通过这个优先级 来判断啊 你这种路由获取方式 获取的路由到底可不可靠 对吧 你出现问题的概率是大还是小 你一个协议如果可靠 没问题啊 你通过该协议学到路由 咱们优先级是很低的 相反 如果说你要觉得一个协议不可靠啊 对吧 那该协议学到路由 咱们优先级就是很高的 好吧 如果说你一台路由器 通过多种路由获取方式啊 你学到同一条路由 那这个时候哪条路加表啊 很简单 比较他们的优先级 谁优先级小 谁就靠谱嘛 谁靠谱 谁就加表 能理解吧 这就是优先级和管理距离的 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这个优先级 再强调下 不要跟这个度量纸搞混啊 度量纸用来衡量一条路径的好坏 而这个优先级用来衡量 一种路由获取方式的可靠程度 好吧 当然同样都是越想越好啊 这点是相同的 好吧 越想越好 OK 那这就是路由表里面 一条路由条目的这么一个六要素 好吧 那接下来继续这六要素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路由表展示啊 一般在路由器里面看路由表 对吧 显出来就是一大六嘛 对不对 一条一条的 每一条咱们都冲了一条路由条目啊 一条路由条目指向一个目的网络 对吧 它会包含该目的网络的 对吧 网络号 研码 然后接下来对吧 去往该目的网络的出接口 还有下一条 那以这个图为例啊 咱们在这个图中 咱们有四台路由器对吧 一二三四 然后接下来有几个网络呢 有六个网络啊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然后接下来 二跟四之间是一个 对吧 二跟一之间是一个 二跟三之间是一个 你路由器的每一个接口 都能分个一个网络啊 所以说咱们网络总数是六 那所以说 着眼于咱们鲁甲二 你若为了保证 咱们这整个网络啊 任何网络之间都能通信 你二需要六条路由 指向六个网络 对吧 那这六条路由基本就是 找这个样 大家能看懂吗 这其中包含了非直列路由啊 也包含了直列路由 这个直列路由 跟非直列路由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对吧 直列路由下一跳 就是你这台路由器 连接该网络的 接口地址嘛 对吧 然后接下来 非直列路由下一跳 就是你去往该网络的 邻居的 接口地址 能理解吧 比如说你二去往十四网络 你的下一条是 一点一点一点二 对吧 在你去往这个 一点一点零 这个网络 你的下一条是 一点一点一 对吧 因为这个网络给你直列嘛 你去往直列网络的 路由的下一条 就是你连接该网络的 接口地址 好吧 有这么一个概念 OK 好 这就是路由表 那接下来我们也说了 研究路由器呢 咱们要先研究路由 对吧 先研究空障层面 咱们要思考了 你路由器 是如何了解到 这些网络在哪里的 你如何形成 去往这些网络的 路由条目的 对吧 那接下来 还是那句话 把路由分为两类啊 直连路由和非直连路由 直连路由的获取方式 和非直连路由的获取方式啊 是不一样的 首先先来提直连路由 这个直连路由 获取非常简单啊 你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路由器就会产生一个 直连路由 首先条件一啊 就是该路由器连接 这个直连网络的 接口的状态 必修压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路由器连接 该网络的接口啊 你得配置一个IP地址 配置一个左边嘛 当你满足这两个条件 你这个接口所连接的网络的 路由信息啊 会在路由表里面自动产生 好吧 这也是为什么啊 如果你们要做实验 你们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实验啊 就是你主机A 连接Switch1对吧 连接R1 然后连接Switch2 连接主机B 你会发现在这个环境中啊 交换机咱们可以当闪光设备 你只要加电 不用去配置 路由器的左右两个接口 配置两个IP 主机配置这个IP啊 那你们之间A和B啊 就可以通信了 那A和B能够通信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啊 一左右两个接口啊 你配合IP之后啊 左边这个网络怎么走 你是知道的 右边这个网络怎么走 你也知道的 由于左右两个网络怎么走 我都知道 你有左右两个网络路由 那这个时候A跟B之间就能够怎么样 基于路由器的路由获系啊 来彼此的通信 能理解吧 这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啊 这么一个网络间通信的 这么一个实验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实验 再复杂化一些啊 你R1再连接一个R 好吧 你R1再连接个R 那当你再连接一个R之后 你会发现 你再只是单纯给路由器的接口配个IP 对吧 主机配个IP 你A跟B啊 就不通了 那当然不通的理由是什么呢 不通的理由是 现在对于R1而言 对吧 你主机B所在的网络 跟我不直连了吧 你跟我不直连 那这种不直连网络的 对吧 非直连路由 不是说你接口配个IP啊 我就能够自动获系的 对吧 你能够自动获系的 只有直连路由 好吧 主机A所在的网络 这个路由 咱们R2是没有的啊 主机B所在网络路由 咱们R1是没有的 那没有的理由就是因为 这个网络 对吧 跟R1不直连 这个网络跟R2不直连 好吧 你光给接口配个IP 这种非直连路由 你是获系不了 对吧 那接下来这种非直连路由 咱们怎么获系呢 两种方式啊 要么配置静态 要么运行动态路由的协议 好吧 这个静态 就跟所有其他的静态技术一样啊 对吧 所谓的一个什么静态技术 其实指的就是 对吧 你登录路由器来配置命令 对吧 你通过配置命令的方式 管理员来告诉咱们网络设备啊 对吧 来告诉我们路由器啊 这边有一个网络X 对吧 在这里啊 你要访问这个网络X 你得通过你的哪个结果发包 对吧 发出去 发给哪一个 吓一跳 对吧 你通过命令去指定 你怎么指定 对吧 那咱们路由器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 我就会怎么转发 能理解吗 这就是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最大的好处就是 对吧 指哪打哪啊 你路由怎么配 咱们这个路由器上 路由条目就会怎么产生 对吧 你配置的路由使用什么出接口 路由器在转发数据去往该目的网络的时候 你就会通过哪个出接口怎么样来发送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指哪个吓一跳啊 你就会通过哪个吓一跳来转发 好吧 这个非常非常的 就是 怎么说呢 不能说灵活吧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确啊 这个路径信息非常非常精确 但是呢 它有缺陷 这个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写静态路由的时候 咱们这个路由比较一条一条写 好吧 你在路由器上配置一条静态路由 对吧 你只会产生一条路由条目 好吧 那一条路由条目怎么样 你只能指向一个网络吧 如果说咱们这块跟这台路由器 非直连网络数量很多啊 你若希望路由器通过静态路由方式啊 来获得所有这些非直连网络的路径信息 那可能你要写很多条静态 并且你写的静态非常要命一点啊 就是它不能传递啊 你在R1上写一条路由去往X网络 R1知道X网络怎么走了 打R2知道吗 不知道 你R2上还得要再配 对吧 你R2上配完之后 你R3知道吗 不知道 你还得在R3上再去配置 因为这个静态路由不能传递啊 所以说你在一个园区内 如果路由器数量比较多 再加上网络数量比较多啊 你可能需要配置大量的静态路由 才能让整个网络端到堆 对吧 没有任何连通信问题 对吧 因为你需要让每台路由器 都了解到这些非直连网络怎么走嘛 对吧 你需要在每台路由器上 都进行静态路由的 这么一个配置 这个非常麻烦 对吧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网络比较大 对吧 咱们路由器数量比较多 我们的网络数量比较多 对吧 那这块的话 为了高效的 让路由器了解到 这些网络在哪里 让路由器高效的 获得这些网络路由器条目 对吧 那这块怎么样 咱们可以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当然这个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不是一款协议啊 它是由众多的相似的协议 对吧 组成了这么一个集合 好吧 这个集合中的每一款协议 干的事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路由器来自动的获得 这些非直连网络的路径信息 能理解吧 那当然这个协议呢 具体有哪些啊 很多啊 分别叫瑞浦 咱们分别有瑞浦 有EI加P 有SPF 有ISF 还有BGP 这些协议 咱们统称啊 叫路由选择协议 那当然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来选择你觉得 比较合适的协议啊 来运作 比如说在我们的运营商的环境中 使用ISF和OSPF 比较好 对吧 在数据中心的环境中 那不用说了 OSPF加BGP嘛 然后接下来在我们一个企业网中 小网用瑞浦啊 对吧 然后大型网络 咱们使用OSPF 然后接下来在我们一些金融环境中 咱们端端端使用 纯思科设备啊 可以使用EI加P 对吧 咱们有这么多的协议 给我们选择啊 对吧 你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下 通过使用合适的协议啊 来实现咱们路由器的 对吧 动态路由获系的 这没有道理 OK吧 那接下来你在运行这种协议的时候呢 这个就比较舒服了 因为你这个网络 无论大还是小 对吧 无论你路由条目数量有多少 对吧 你的路由器的数量多少台 对吧 你只要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对吧 你在路由器上启用这些协议 它就开始做运作了 那你自动运作的协议 会在路由器之间的来交互一些更新报文啊 对吧 来彼此的获系这些路由 比如说你台路由器 你在运行路由器的协议之前啊 你好歹会用什么 直连路由对吧 而你有的直连路由 你的邻居未必有 你的邻居有的直连路由 你未必有 对吧 那现在你在路由器之间呢 咱们来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当你运行完这个协议之后啊 你能把你已知的 这些直连路由 以更新的形式 发送给你的邻居 你的邻居能够把他已知的这些路由信息啊 以更新形式发给你 对吧 咱们通过这种方式 来做一个路由信息共享 对吧 那原本我知道的路由信息啊 现在除了我以外 你也知道 对吧 那原本你知道路由信息 我也知道了 对吧 咱们通过这种方式啊 能实现路由信息的这么一个共享 好吧 那这样做最大好处就是 当你网络比较多的情况下 当你路由器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对吧 你可以通过有限的配置 就能高效的让路由器 就能高效的让路由器了解到 对吧 咱们整个网络是怎么连接的 对吧 我去往这些网络路由信息是怎么样的 对吧 我能高效的让路由器获得这些信息 而如果说你要通过静态来实现 对吧 这个就不要麻烦了 你要一定要去配置 那当然有一说一样 你在对吧 你在一个企业园区内啊 咱们往往的是静态路由结合动态 一起来工作的 对吧 你在原区往内网 咱们通过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啊 来高效的让内网网络设备之间 对吧 获得这些路由 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一个企业园区都有个边界 对吧 这个边界 咱们一般那通过什么 静态默认嘛 来指向运营商 对吧 来通过静态默认啊 来获得这个外网的访问能力 好吧 那一般静态结合 动态啊 咱们能够就选灵活的来完成内网的访问 和内网到外网之间的 这么一个相互访问 OK吗 好 这就是获系路由的方式 总结一下 路由器获系直连路由 你接口只要有IP 对吧 接口只要状态为UP 对吧 这个直连路由就会出现 对吧 比如说这个例子啊 你路由器B 对吧 左右两个接口啊 左边这个接口配置的IP啊 10.0.0.2 也蛮24位 对吧 当你接口地址配好之后 只要这个接口状态为UP啊 你就会直接产生一条 10网络路由 对吧 这个路由的网络号怎么计算啊 很简单嘛 你的接口的IP跟你的研码 做一个语运算嘛 这个语运算啊 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语运算 是一个叫做布尔逻辑的运算啊 叫布尔逻辑 啊 布尔逻辑 它有语运算啊 它有语运算 然后呢 也有扩运算 好吧 也有非运算啊 好吧 那大家这块的话 咱们只要关心一下语运算啊 这个语运算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00得0 啊 01得0 10得0 只有11呢 得1 你会发现 0跟任何东西语 语穿的结果啊 都为0 然后接下来 1跟任何东西语 语穿的结果啊 都不变 好吧 那接下来 你接口配着IP的时候 对吧 你配的IP是标识你这个接口的啊 那肯定是主机位不能全0 然后接下来 与此同时 你要配一个研码对吧 来描述你这个接口地址啊 前多少位是网络位 那当你完成配置之后 你的接口的IP 跟你接口的研码 咱们做一个预算啊 得到结果就是 主机位全为0的网络号 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主机位全为0的网络号 可以标识这个网络吧 对不对 你这个直连路由 咱们的网络号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研码 你接口的研码 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个网络研码 对不对 那所以说了 网络号研码 咱们直接有了 然后接下来 连接该网络的接口 是不是就是访问该网络出接口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接口是哪一个接口 咱们也会直接把这个接口信息啊 放到路条路中去 然后接下来 这个吓一跳 其实可有可无了 但是华为咱们 对吧 为了格式一致性啊 你非得搞这么一个吓一跳 那这个吓一跳是什么呢 就是该接口的IP地址 对吧 那接下来 对吧 这个静态路由啊 这个直连路由啊 咱们就出现了 那接下来有了直连路由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路由啊 来转发去往该网络的数据 对吧 那当然同样的 你吉比特的0.0.0.1口配个IP 20.1.2对吧 研码24位 你也会形成一个什么 20网络路由 对吧 这个路由的网络号怎么来 就是你接口的IP地址啊 给你的直网研码 做一个约算 对吧 得到的结果就是该网络的网络号 对吧 研码就是你这个接口配置的研码 然后接下来去往该网络出接口 对不对 就是该接口本身 吓一跳 就是这个接口的IP 那这块的话大家能理解吗 动态路由选择协议 需要园区内所有路由器都配置 对啊 需要啊 你肯定需要所有路由器配置相同的协议啊 你总不能说是有的配置RAP 有的配置EI加P 对吧 他们之间不能相互运作的 他们之间不能相互运作 就好像我跟你们说中文 你跟我说英文不太好对吧 不合适 咱们要么都说中文 要么都说英文 如果说我跟你说中文 你跟我说英文 那咱们之间就要没法交流 对吧 这个对于路由协议而言也是一样的 你一组路由器 你想运行一个路选的协议啊 来交互路由信息 你们这个协议比较相同 你们如果运行不同的协议 这个就很有问题了 好吧 好 那接下来这个直连路由 想要消失的话 这个条件很简单啊 你要么把接口配置的IP 跟研发给去掉 你要么就是让接口状态变成档 好吧 只要你接口状态变成档 或者你这个接口没有IP了 对吧 你这个路由也就消失了 好吧 那所以说了 不用担心咱们这个接口换完地址之后啊 你这个路由不会去通过 对吧 你接口换了地址 这个路由肯定会通过 OK吗 好 这就是直连路由 对吧 直连路由通过接口配个IP啊 就自动拥有了 然后接下来这些非直连路由想要获悉啊 就是要么配置静态 要么配置动态路由的协议 那当然在讲配置之前呢 我们得先把这些给做一个归类啊 等我们归完类之后 再来教大家怎么去配 好吧 那接下来在归类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咱们具体路由表查看方式啊 你在弹路由器上想看录路表 咱们的命令叫什么呢 叫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好吧 你可以记下啊 这个在录路由器中咱们会经常用 对吧 这个用的频率我觉得应该是仅次于咱们Display IP Interface Braver 好吧 它叫Display IP Routing Table 然后接下来显示呢就是咱们的完整的IPV三拨录物表了啊 这个录物表里面按网络号和研码写在最前面 对吧 这就是网络号 这就是研码 好吧 然后接下来Protocol指的就是该路由获悉方式啊 对吧 直连路由叫Direct 静态路由叫Static Rip路由就会打上RIP 对吧 OSPF路由就会打上OSPF 对吧 ISIS路由就会打上ISIS BGP路由就会打上BGP 好吧 这个协议指的就是这条路由啊 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道理 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PRE啊 它就是Preference的简写啊 优先级 对吧 通过这个优先级的描述啊 咱们这条路由 对吧 它的可靠程度嘛 对不对 它的路由获悉方式的可靠程度 这个值越低代表可靠性越高 对吧 这个值越高代表可靠性怎么样 越低 对 大家需要说到就是 咱们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络工作师啊 你路由器通过任何方式学到一条路由 你都能去手工修改它的优先级 你若没有修改 它有一个默认值啊 你用就好了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默认值不好 你想去操控咱们选路啊 你是可以修改 对吧 你通过任何方式学到的 任何路由的优先级 对吧 你想改为几 就改为几 取值范围0到2%数啊 除了这个0你改不了以外 1到255 你可以随意改变 好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cost就是我们的度量值了啊 对吧 度量值用来描述路径好坏啊 但不是所有路由条目 咱们都是度量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直连路由就没有 我们的静态路由也没有 但是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这个直连路由该目的网络都跟我直接连接了啊 你都跟我直接连接了 我去往这个网络有路径吗 对不对 没有路径啊 直接通过几口花就到了呀 对吧 不存在路径 那所以说了 对吧 咱们就拿0嘛 来描述的读量值 其实说白就是没有 只不为了格式一支信啊 我给你分配一个0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静态路由也是一样的啊 因为静态路由就是 对吧 你懂的管理员通过配置命令方式来告诉你啊 当你收到去往一个网络数据的时候 我希望你把数据通过哪个就发戳 发给哪个下一条 对吧 那这个都有管理员什么 说的算了 那你路径的好与坏 我需要你路由去来判断吗 不需要 对吧 只有你通过动态路由选择协议啊 学到一条路由的时候 怎么样 你需要怎么样 去通过度量值啊 来描述路径好与坏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路由去通过多条路径啊 学到相同的同一条路由调过的时候 你能根据这多条路径度量值 对吧 来比个大小嘛 你把度量值小的 交上路由表 对吧 来确定咱们选择的是最优路径 对吧 让路由器比好坏 让路由器比好坏啊 这个是路由选择协议杆的事情 不是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 路径如果不好 管理员根本不会配置 管理员之所以配置了这条境态 就代表管理人认为怎么样 这个路径好 那既然这个路径好 对吧 我也不需要你路由器啊 来去通过什么度量值 来给他做个比较 不需要你比 对吧 咱们只要配了 就代表我希望你这么去用 好吧 我希望你路由这么去用 OK吧 好 那接下来这就是读量值 然后接下来就有个flag位 这个flag位呢 叫标志啊 大家不用在意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 路由器 其实用来转发数据的 这个表啊 有两张 一张叫路由表 还有一张呢 叫转发信息库 这个路由表呢 是基于CPU来调用的 而这个转发信息库呢 是基于硬件来调用的 你使用一张基于硬件 来调用的表来转发数据啊 这个效率也非常高的 对吧 那所以说了 这个路由器的两张表 他们的这个 对吧 他们的这个工作是这样的 就是路由表是给咱们用户来看的 给咱们管理员来看的 管理员通过查看咱们路由表 对吧 来了解你路由器要收到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数据 你干什么去转发 对吧 然后接下来路由器收到数据包 实际转发的时候 咱们靠什么来转发呢 咱们是靠 对吧 那张基于硬件调用的表来转发的 对吧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条目中的 这个地位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对吧 这条路由条目啊 已经被下载到那张 叫转发信息空中 库中去了 对吧 就是咱们这个路由运作是这样的 就是你路由器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你不是学路由吗 你学到的路由先加入到路由表 但这个路由表特别糟糕 因为这个路由表基于CPU来驱动 你使用一张基于CPU来驱动的表来转发数据 你也不是转发不走 你也能转发走 但是你转发的效率特别低 并且还消耗什么 还消耗CPU资源 叫转发效率又低 又消耗CPU资源 那这块如果你不希望转发数据效率那么低 消耗那么多资源 对吧 你肯定是要什么 使用一张基于硬件调用的表啊 来转发数据 那那张表它跟咱们路由表怎么样 是同步的啊 他们路由信息是能够相互传递的 那通常就是你路由器学到条路由怎么样 先放到路由表中去 然后你再把这个路由表中路由条目啊 做一个优化 下载到咱们的转发信息空中去 好吧 你一条路由条目只要标志打D 打D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该路由已经被下载到咱们的转发信息空中去了 可以吧 那所以说了 这个路由在转发数据的时候 咱们其实查的不是这张路由表啊 咱们查的是转发信息空 该转发数据 OK 对这个初接口都是伪烂啊 这是一个多层交换机的路由表象啊 不用在意啊 就是你路由器也有啊 交换机也有 这个交换机的咱们之后再去谈啊 这种路由表象要稍微的高端一些 要稍微高端一些 咱们先不用在意这些细节啊 就先不用在意什么叫伪烂 好吧 伪烂咱们之后都要研究的啊 然后接下来你有了伪烂概念之后啊 你基于伪烂的这张对吧 路由表SVI 对吧 我会教大家到底怎么去使用 那这个在MT中呢 我们会具体讲 好吧 我们会具体讲 OK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边的话 大家先不用在意啊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好吧 然后接下来路由条目的下一跳 就是这里了啊 对吧 下一跳 就是这个队 好吧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出接口 好吧 这就是路由表里面啊 路由条目的这么一个展示 好吧 这个路由条目告诉路由器了 当你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啊 你要把数据通过你的哪个之后发出 发给哪个下一跳 好吧 而这个优先结合度量值 对吧 我们如果路由条目啊 已经加入到路由表了 你就不用在意了 好吧 这个度量值和管理距离 我说句实话啊 是用来影响你路由器学到条路由之后啊 这个路由有没有资格被加表 对吧 你如果说有资格被加表 并且已经加入路由表了 我在使用什么啊 这些路由器我们来转发数据的时候 你的优先级跟度量值 咱们根本看的 好吧 你优先级是几 根本不用在意 你度量值是几 咱们也不用在意 对吧 只有当我还没有把你加表的时候 对吧 我在决定到底要不要把你加表的时候 我会参考你的度量值和你的是吧 管理距离 OK吧 那到底怎么参考 这是后话 咱们待会慢慢去说 OK 那接下来这边的话 它也是把我们的路由条目中的每一个元素啊 介绍了一下 咱们已经介绍过了 对吧 你再看 OK吧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话 我们来先聊一下咱们的控制层面啊 我们来先聊一下控制层面 就还是那句话 你路由器能学到条路由的方式太多了 对吧 咱们能直连获系 咱们能静态获系 对吧 你能通过各式各样的路由选择机来获系 对吧 那接下来你路由器学到条路由 这个路由到底能不能加表呢 那这边的话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路由加表的这么一个流程 OK 那首先你路由器呢 学到条路由啊 你要先判断啊 该路由的下一条是否可达 好吧 这个路由下一条必须要可达啊 你这个路由呢才有值得加表 如果你的路由下一条不可达 这个路由就不用说了 那当然有一说一样 你正常情况下路由器收到条路由 它的下一条都是可达的 OK 那接下来这个路由器要可达 那你要不要加表呢 你得做判断啊 判断该路由咱们在路由表中啊 是否存在 好吧 也就是说你学到这条路由 是否是一条新路由 好吧 你如果学到的是一条新路由 好吧 也就是说该路由在路由表中啊 不存在 这是你第一次学到该路由 你路由表里面没有一条路由 跟它前置也码一致啊 这是一条全新路由 那这个全新路由 那不用说了 咱们是肯定会把它加表的 好吧 只要这个路由是我第一次学到的 曾经从来没有学到过啊 在路由表里面没有任何一条路由啊 跟它长得一样 那这个路由咱们是妥妥的把它加表 好吧 叫妥妥加表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收到这条路由 我收到之后看了一下 发现路由表里面 曾经就学到了一条 跟它一模一样的路由啊 这条路由咱们可能第二次学到了 甚至第三次学到了 好吧 这不是一条新路由 好吧 我曾经学到的条一样的 那接下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一样的路由啊 所谓的一样的路由就是 前置啊 研码都相同的路由 这个就叫一样的路由 比如说10.1.0 10.1.0-24 好吧 和10.1.0-24 你们这两条路由网络号跟研码都相同 对吧 那你们就叫相同路由 好吧 那如果说前者是10.1.0-24啊 后者是10.1.0-25 他们算相同路由吗 不算啊 你会发现这两条路由我们的网络号相同 但你们研码不一样 研码不一样 这就不算 能理解吧 那接下来一下 你们俩的研码相同 但是你们的前缀若不同 你们也不算作是相同路由 好吧 所谓的相同路由就是两条路由的网络号和研码完全一样 两条路由 两条路由的网络号 网络号和研码完全相同 那这个咱们说什么 这个咱们就称为叫相同路由 好吧 只要你前缀不同 或者研码不同 那这就不算作是相同路由 OK 好 那接下来 如果你学到的是一条旧的路由 你路由表里面存在 叫相同路由存在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判断了 对吧 哪条路由加表 那判断的前提是 你俩先看一下 这两条路由 是否是通过相同路由获系方式来学习到的 对吧 如果说两条路由 咱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学到的 比如说一条路由通过OSPF学到的 一条路由通过RIP学到的 那这个时候 咱们比较两条路由好坏 就非常简单了 咱们直接比较 他们的路由获系方式的可靠性就好了 哪个路由获系方式更可靠 那哪种方式学到路由 咱们就会优选 好吧 哪个路由获系方式不可靠 哪个学到路由咱们怎么样 就不会优选 OK吗 那接下来 这个具体的比法就是 比较这两条路由的优先级 比较他们管理距离 谁低 我就会优选谁 请注意啊 通过不同路由获系方式 学到相同路由的时候 对吧 比较这些路由的管理距离 谁想 谁就加表 那接下来大家会问 那你这个管理距离不是能改吗 你不是可以修改吗 那你通过修改 不是能把他们改的一样吗 对吧 如果你要给他们改成一样了 那咱们哪个加表呢 比如说了 你一台路由器 对吧 通过OSPF和Rib 你都学到了去往网络X路由 对吧 那这两条路由 咱们通过修改管理距离方式 你把他们的优先级改为 对吧 都为1 是吧 或者都为10 改成一样 那接下来 谁加表 请注意啊 还是OSPF加表 因为对于一个厂商而言 咱们一个路由选的协议啊 会有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偏好 会有一个系统的偏好 这个系统的偏好 对吧 那对于华为而言 对吧 OSPF要优于Izise Izise要优于Rib 所以说你就算通过管理手段 你就算通过管理手段 把两条不一样的路由的优先级啊 改为相同的值 这是没有用的啊 我根据系统偏好度 依旧会优选OSPF路由 对吧 那大家会问 那这个时候 咱们比不比他们的度量值啊 请注意啊 不会比较 这个时候咱们不会比较 这两条路由的度量值 为什么 因为一条路由 是通过OSPF学到的吧 你OSPF衡量路径好坏 对吧 咱们的参照标准 跟的Rib形式不同啊 对不对 你Rib是通过跳数的多少 来衡量一条路径的好与坏 而你OSPF基于你列路的带宽啊 大于小 来衡量路径的好与坏 你这两条路由没有错 它们确实都有度量值 并且它们的度量值啊 都是阿拉伯数字 但是 这些阿拉伯数字 它们可比吗 它们具备可比性吗 请注意啊 它们不具备可比性 能理解吧 因为你算出来的度量值 跟我算出来度量值啊 标准都不同 对吧 那所以说虽然都是度量值 虽然都是阿拉伯数字啊 但没有任何可比性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你路由器通过不同路 或计方式 你学到相同路由 这个度量值 咱们是不会比 比的啊 只会比什么呢 只会比优先级 只会比管理几率 谁小 谁加表 如果说你强行把管理几率改成一样 我就根据系统偏好度啊 来选择系统偏好度低的啊 系统偏好度高的啊 这个路由来把它加入到路由表 OK了 那总而言之 就是哪种路由获取方式 可靠 我就会丢学生 好 那这边的话 举了个例子啊 比如你这台路由器A啊 以A为例啊 我去往这个实网路 我现在去往这个实网路 有两条路径对吧 一条是走上面啊 一条是走下面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哎你会发现啊 我上下这两条路径都学到了实网路路由啊 对吧 然后接下来 下面这条路径 咱们通过静态学的啊 上面这条路径 咱们通过OSPF学的 那大家都知道 你静态路由优先级为10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啊 静态路由优先级为60吗 OSPF路由优先级为10 OSPF为10 静态为60 对吧 两条路由的网络号和沿马相投 那这个时候 我来问大家 你觉得A1会优选谁 对吧 我们这条路径A 它会优选谁 优选哪条路径来 放门实网路 它会优选OSPF吗 对吧 OSPF的优先级低啊 优先级低 代表可靠性高 优先级高 代表可靠性低 能理解吧 要反过来看 比较两条路由好坏的时候 如果你要比优先级啊 对吧 看谁小 谁优先级小 我就会优先谁 能理解吧 这就是不同路由估计方式啊 比较好坏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接下来再想调一下 你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去修改咱们这两条路由优先级啊 比如说你可以把OSPF优先级 对吧 改高嘛 改成60 你也可以把静态路由优先级改低 改成10 你就算改成相同的 你会发现 咱们加表的依旧是 是吧 OSPF路由 因为对于华为而言 OSPF的系统偏好度啊 要高于静态 因为华为认为怎么样 对吧 你管理员配置的路由 你在配置的时候可能会出错嘛 你配置的路由可能会有问题 而你通过OSPF这种比较 对吧 精细化的协议啊 你来获得一条路由 你这个路由怎么样 可靠性会比较高 能理解吧 所以说你运行OSPF 你路由器所选择路径啊 出错的概率会比较小 而你使用静态 对吧 出错概率比较大 所以说了 它的系统偏好度啊 是OSPF比较优于静态 那所以说你就算 把它们的优先级改成一样 依旧是OSPF非优选 能理解吧 依旧是OSPF非优选 那我来看一下 你们提的问题啊 以前学的错了吗 对 思科的跟那个华为的不一样啊 思科跟华为不一样 思科的静态路由的 管理距离为1 OSPF为110 然后呢 华为的话反过来 华为是OSPF为10 静态为60 能理解吧 华为跟思科是不一样的啊 那所以说你一台路由器 爱你一条路径怎么样 通过OSPF学到X网络路由 你另一条路径通过静态学到 对吧 那对于思科而言 咱们肯定是静态加表 对吧 但是对于华为而言 咱们是OSPF加表 能理解吧 OK 那这边的话就是 就其实学思科学华为无所谓啊 就是你路由的比较方式 所有厂商都是一样的 好吧 比较他们优先级 对吧 就相当比较管理距离吧 谁小谁加表 能理解吧 咱们不同厂商 针对这些协议啊 咱们默认分配的管理距离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厂商咱们的想法不一样 对吧 比如说同样作为OSPF 你思科给OSPF分配的管理距离啊 就是110 而你华为给什么OSPF分配的管理距离就是10 那你能说华为错吗 你不能 你能说思科错吗 也不能 只能说咱们厂商对这些协议啊 理解不一样 好吧 咱们厂商针对这些协议 咱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OK吗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好 那接下来反过来 如果说 你学到这些路由 咱们如果说 是通过相同获系方式学到怎么办呢 对吧 比如说你一台路由器 你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咱们有两条路径对吧 对吧 A路径和B路径 你现在通过A路径和B路径 咱们都运行了OSPF 并且你通过OSPF啊 通过A路径B路径 都学到了网络X路由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把哪条路加表呢 我怎样判断两条路 路由怎么样 哪条U呢 那方式就是 还是先比较他们的优先级啊 谁小谁好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你这个路由虽然来自于相同路 或几方式啊 但是你们的优先级怎么样 可以修改 你们优先级可以修改 我就能让你这两条路径怎么样 学到路由啊 优先级不同 一个高一个低 那当你改完之后 咱们肯定会优先低的嘛 对吧 谁低 谁可靠 谁可靠 咱们优先谁 对吧 那接下来 如果说你没有修改啊 上下两条路径 AB两条路径 我的优先级啊 都相同啊 比如说都为实 那都为实 我就可以通过比较你们这两条路径的度量值啊 来衡量 哪个路径U了 对吧 哪条路径度量值小 代表哪条路径好 哪条路径度量值大 代表哪条路径比较差 那大家会问 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比较他们度量值了 那原因是因为你这两条路径咱们通过相同协议学到的 对不对 你相同的协议 在衡量这两条路径好坏的时候 咱们所参考的标准相同的 比如说你都是通过OSPM学到路由 咱们都只看带宽嘛 对吧 你哪条路径带宽高 你的度量值会小 你哪条路径带宽低 你的度量值就会大 对吧 我会比较你们的度量值嘛 就相当比较你带宽啊 同样都比带宽 对吧 我比出来的结果肯定是 对吧 度量值小的路径带宽高嘛 那咱们肯定会优选什么 带宽高的这条更优路径 能理解吧 而之前那个环节 咱们之所以不比度量值啊 原因是因为你两条路径学到路由啊 咱们是通过不同的协议学到的 你不同的协议学到路由 虽然可能都有度量值啊 但是你们度量值的计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计算出来度量值 虽然都是以阿拉伯数字为结果啊 但你计算的过程不同 对吧 你用的公式不一样 你参考的路径的这么一个标准也不一样 对吧 你既然参考的标准都不一样 你计算出来度量值啊 就没有任何可比性 对吧 没有任何可比性 好 总结一下 控制层面 路由器 学到条路由啊 这个路由首先 怎么样 加表的前提啊 是你的下一条必须可达 好吧 你的下一条必须可达 然后接下来你就看了 这个路由 对吧 曾经在路由表中啊 咱们是否有学校过啊 如果说没有 你学到一条新的路由啊 这个新的路由 咱们是百分百啊 会加表的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加入路由表 直接使用 那接下来说 你学到这条路由 曾经咱们在路由表中啊 有学到过一条一样的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咱们这新老的两条路由相同一模一样 对吧 我们就要比较好坏了啊 那在比较好坏的时候 我们要看 这两条路由 是否是通过相同协议学到的 若不是啊 单纯的比较 他们优先级 谁想谁加表 如果你优先级 咱们通过手工修改的方式啊 给他们改成一样 我们会通过系统偏好度啊 来选择偏好度高的路由 来加表 可以的 那接下来如果说 你这新老两条路由啊 咱们是通过相同协议学到的 好吧 你通过相同方式学到 那这个时候 咱们是先比较他们的优先级 谁小谁加表 如我一致 再进一步的 比较他们的度量值 谁小谁加表 能理解吗 那接下来大会问了 你如果新老两条路由的优先级相同 你们的度量值也相同 那我选谁呢 对吧 我们说了 优先级谁小谁加表 对吧 优先级一样 再比较度量值 度量值 谁小谁加表 那如果说你们俩的优先级一样 度量值也一样 我该怎么办呢 好请注意啊 这个时候会请示咱们这个路由选的协议啊 如果咱们协议允许 咱们会执行 ECMP 当然绝大多数路由选的协议啊 咱们都支持 ECMP 静态也支持啊 这个ECMP我们称什么呢 我们称为叫等价负载均衡啊 叫等价负载均衡 叫等价负载均衡 那所谓等价负载均衡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台路由器你觉得啊 你去往该目的网络多条路径啊 对吧 是一样的 好吧 是一样的 这两条路径我都觉得他们好 我觉得他们一样好 那既然我觉得他们一样好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他们怎么样 同时加入路由表嘛 来转发数据 那届时我去往该网络的数据啊 我会均分在这两条路径上 来做一个负载均衡的转发 好吧 这个行为咱们称为叫等价负载均衡 好吧 再强调一下 所谓的等价负载均衡就是 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我觉得这多条路由啊 怎么样 都是等价的 这多条路径是等价的 我同时把它们加入路由表 那接下来 我在发送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 对吧 我可以在A路径和B路径之间 来做一个负载 好吧 比如说了 我去往网络X主机A的数据 我走A路径 好吧 我去往网络X中的主机B的数据啊 我走B路径 对吧 我可以均分这两条路径的带宽啊 均分这两条路径的转发资源 来转发去往X网络的什么数据 好吧 这就是BGMP 那当然ECMP呢 咱们有的协议不支持呢 比如说BGP 对吧 BGP你要开启ECMP的话 你还要配置啊 你如果说不是BGP 对吧 像什么OSPF IZS RIP EI加P 包括静态 他们都是支持等价负转发资源 好吧 那当然有等价负转发资源 来运行啊 让咱们录起A 通过上下两条路径啊 都学到10网络路由 上面这条路径的度量值为20对吧 下面这条路径度量值为10对吧 然后接下来假设咱们没有修改路由的优先级啊 你们路由优先级假设都为10对吧 优先级比不出来 就比较你们上下两条路径的度量值 对吧 在比较度量值的时候 下面路径度量值小 上面路径度量值大 所以咱们会优选什么 下面这个路径 对吧 那大家如果说 你把上下两个路径怎么样 度量值修改为相同啊 我就执行什么 ECMP 所谓ECMP 就是A 同时会把上下两条路径啊 都加入到路表 那当我收到去往10网络数据的时候 对吧 上面路径发送一些 下面路径发送一些 我可以做到什么 叫负载最后 叫负载最后 那这就是控制层面 那接下来说完控制层面 咱们就要研究数据层面了 因为你路由器做一个网络设备 你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就是 给我们提供网络连接的功能 并且给我们提供什么 数据转发的功能 对吧 它帮我们转发数据 让我们的网络能通啊 这个是最根本的 它存在的这么一个意义 对吧 那所以说控制层面 这只是一个辅助层面 对吧 通过控制层面的一系列技术啊 咱们让路由器了解到 咱们网络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去往这些网络 咱们的路径信息呢 是怎么样的 那接下来有了这些网络 路径信息之后 对吧 我们就要利用这些路径信息啊 来转发去往这些网络的数据 那接下来 这个转发的时候 怎么转发呢 请注意啊 首先我们要注意 路由器的转发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转发 好 先来思考个问题啊 就是你主机 发送数据给主机B A发送的数据啊 它的三层报头的目的IP啊 是主机B的IP地址 这个主机B作为网络内的一个成员 他所使用的IP地址 我来问大家啊 他们的主机位 能不能全为零 A发送给B的数据 我的三层报头的目的IP 主机位能不能全部为零 不能对吧 主机位全为零的IP 咱们PC用不了 对吧 它是用来标识网络的 你PC用不了 好 那这就尴尬了 因为路由器并不关心一个主机在哪里 他只关心一个网络在哪里 那所以说 就算你路由器拥有这个网络路由 你是拿什么来描述这个网络呢 虽然也是个IP啊 但是你拿这个网络的网络号 来描述这个网络 能理解吧 这就是说路由器里面 一条路无条目 我只将一个网络 描述网络的是该网络的网络号 我如何拿一个网络号 来匹配一个主机的IP呢 对不对 你主机的IP 是主机位非全零的 这么一个正常的IP地址 对吧 但是你标识一个网络的IP 是主机位全为零的网络号 对吧 你路由器的路由条目 都是指向一个又一个网络的 我如何拿指向一个又一个网络的路由条目 来转发去往网络中一台又一台主机的数据包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 因为我收到的数据包 不可能去往一个网络的 我收到的数据包 总是去往网络中的一台主机的 对吧 也就是说你路由器收到的数据包的目的IP啊 它的主机位不可能全为零 在你路由表里面 指向一个网络的路由条目 你确实拿主机位全为零的网络号 来描述这个网络 那我怎么拿这种路由来转发我收到的数据 那所以说了 这边的话路由器呢会使用一个机制啊 我们称为叫模糊匹配 它会通过模糊匹配的方式啊 来做数据包的转发 这个叫模糊匹配 好吧 我们的转发行为有两种啊 一个叫精确匹配 一个叫模糊匹配 好吧 路由器用的是模糊匹配 好吧 那对于路由器而言 我收到一个数据包 我得先判断啊 你这个数据包的接收者 到底属于哪个网络 好吧 然后接下来确定了你数据包 对吧 它的接收者所属的目的网络之后啊 你再在路由表里面看 我有没有去往该目的网络路由 如果有 我就按照路由所指定的出接口 吓一跳啊 来帮你做数据转发 那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样 我就给你丢包嘛 懂理解吧 这就是路由器的这么一个做法 所以说了 路由器转发数据 需要一个额外的步骤啊 就是它要确定 确定什么呢 确定数据的接收者主机啊 属于哪个网络 好吧 这个网络也就是所谓的目的网络啊 我得要确定目的网络 那当我确定了目的网络之后啊 我再基于这个目的网络 对吧 我基于目的网络啊 来找路由表 好吧 看一下路由表中啊 有没有去往该网络路由 如果有 我们就转发 如果没有 咱们就丢包 那这个行为 咱们称为叫模糊匹配 好吧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数据的接收者主机 属于哪个网络呢 对吧 我怎么知道呢 很简单啊 就你路由去收到一个数据包之后 你再拿一条路 条目啊 来匹配这个数据包的时候 你路由条目时候包含一个研码 咱们也都知道啊 主机的IP地址 主机的IP地址和紫保研码 对吧 你做一个语运算 你做完语运算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主机所属网络的网络号 对吧 也就是说了 我收到一个数据包 我根据目的IP啊 知道了接收者主机是谁 我知道了接收者主机是谁之后 我就能基于你接收者主机的IP啊 来基于路由条目的研码 做一个约载 对吧 计算出你接收者主机啊 所属网络的这么一个网络号 然后接下来我计算出你所属网络网络号之后啊 我只要拿这个网络号 来跟路由条目的网络号 做一个对比啊 我就能判断出来 对吧 我这个路由条目 所指向的网络 是不是你接收者主机 所属的这个网络 如果是 那代表该路由条目呢 就命中这个数据包啊 我就能使用该路由条目 来转发数据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 不是吗 没有命中吗 那我就进一步的使用什么 下一条路由来做一个匹配 所以说路由器收到这个数据包 查表转发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行为啊 非常漫长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使用啊 它会使用啊 路由表中的所有路由条目啊 所有路由条目 来逐条的匹配数据包 好吧 来逐条匹配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 好吧 来逐条匹配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 那接下来匹配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使用路由的研码 对吧 去和这个目的IP啊 做与运算 然后呢计算得出什么 计算得出网络号 对吧 然后我计算得出网络号之后怎么样呢 和该路由的网络号去对比嘛 对吧 去比对 如果说一致的话 代表该接收者主机啊 所属的网络 跟这条路由条目 所指向的网络啊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既然是一致的 对吧 我就可以拿该路由条目怎么样 来转发去往该网络数据嘛 那这时候我们就称 该路由条目怎么样 命中了这个数据包 那既然命中数据包了 你就可以转发了 对吧 但是相反 如果说你计算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跟你这个路由的 对吧 前缀 或者说叫网络号啊 不一致 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 该路由条目指向的网络啊 跟这个数据包 所去往的这么一个主机所收网络 是不一致的 那既然不一致 那就没有命中嘛 没有命中的话 咱们就不能使用该路由来转发数据 对吧 我会一条一条匹配 一条条匹配 直到在路由表中啊 找到一条能够命中数据包的路由 我就会使用该路由来转发数据 那当然如果说我找了一圈 发现路由表里面没有任何一条路由条目啊 能够命中数据包的物理IP 那这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就是我会直接丢包 好吧 路由器不含糊啊 如果说我收到一个数据包 对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转发 我没有任何一条路由啊 能够命中该数据包的物理IP 我就认为这个数据包 我没有能力转发 那既然没有能力转发 我就会直接把这个包包里面给丢起来 好吧 那接下来 如果说路由表里面有路由啊 能够命中数据包的物理IP 对吧 我就是使用命中的路由来转发 那当然在使用命中路由来转发的时候 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假设路由表中 咱们有多条路由条目 好吧 咱们有多条路由条目啊 都能命中啊 都能命中这个数据包的物理IP 好吧 我们有多条路由条目都能命中 那在多条路由条目都能命中的情况下 我会使用哪条路由条目来转发数据呢 请注意啊 我会使用命中长度最长的啊 精确度最高的这条路由来转发数据 那这个行为我们称什么呢 这个行为咱们称为叫最长匹配原则 叫最长匹配原则 那所以说了 说到咱们路由器的数据层面啊 这就是数据层面了啊 你拿路由条目来转发数据 这就是数据层面行为 说到咱们的路由器的数据层面 咱们就提一点 叫最长匹配原则 这个叫longest match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路由器路由表里面啊 有多条路由条目都能命中一个数据包的 目的IP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会拿命中长度最长 最精确的 也就是研码位数最高的 这条路由条目啊 来转发数据 好吧 多条路由条目都能命中一个数据包的时候 哪条哪条路由条目啊 命中数据包长度最长 哪条路由条目怎么样 你的研码位数最高啊 你就使用研码位数最高的 对吧 这条路由条目来转发数据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路由器怎么样 收到一个数据包啊 这个数据包的目的IP是172.16.2.1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我这个路由表里面有三条路由条目啊 分别是172.16.1.0 到24 分别是172.16.2.0 到24 还有172.16.0.0 到24 那时候大家来告诉我啊 这三条路由 哪条能够命中数据包 大家来告诉我 这三条路由条目 哪条能够命中数据包 第一条不行对吧 因为第一条路由的研码是24位啊 你拿24位的研码 跟这个数据包的目的IP 做一个云算 得到的结果是172.16.2.0 对吧 跟我们这个路由的网络好 不相同 对吧 所以说没有命中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可以对吧 第二条的研码也是24位啊 你24位研码 跟这个目的IP做一个云算啊 得到的结果就是172.16.2.0 对吧 可以命中 然后接下来第三条也可以对吧 第三条它研码就16位啊 你16位的研码 跟这个数据包的目的IP 你做个云算 得到结果是172.16.0.0 对吧 跟咱们路由的网络号是相同的 那接下来 23这两条路由 东东命中的数据包 咱们使用哪一条路由条目 来转发呢 我们使用哪条来转发 请注意啊 使用第二条 为什么 因为第二条命中数据包 命中多少位啊 命中了24位 你第二条路由条目的研码是24位 可以吧 而你第三条路由条目的研码是16位 好吧 虽然这两条路由都能命中数据包 但是咱们转发数据包怎么样 只能转发一次嘛 那转发一次 我就要使用最精确的这条路由来转发 哪条路进去啊 说白了 比较你们的研码位数 哪条路由研码位数高 哪条路由条目研码位数长啊 哪条匹配就越精确 哪条匹配越精确 你就使用这条精确的路由来转发数据 这就是所谓的叫最长匹配原则 好吧 这个就是最长匹配原则 好请注意啊 今天这节课 有点抽象啊 有点抽象 都没懂就把这个听懂啊 刚才路由加表没有听懂是吧 刚才路由加表没有理由听不懂啊 就是你路由去学到条路由加表嘛 对吧 什么样的路由能加表 什么样路由不能加表 对吧 比较路由的管理距离跟度量值 新路由肯定加表 对吧 不是新路由 那就是管理距离小的加表嘛 如果怎么样 管理距离一样 并且是相同协议学到路由啊 比较度量值 对吧 度量值小的加表 对吧 那接下来路由条目 加完表之后 你如何拿路由条目来转发数据 咱们要做模糊匹配 对吧 这个模糊匹配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收到个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是去往一个目的网络中的一个主机 对吧 你得先看一下该目的网络中的主机啊 到底所属的是哪个网络 对吧 你确定这个主机所属网络之后 你再基于这个网络啊 来看一下 咱们路由表中啊 有没有去往该网络的 这么一个路由 如果有就转发 如果没有就丢起 对吧 那具体的行为就是你拿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的研码对吧 跟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作与运算 作与运算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吧 就是要看一下你这个接收数据的接收者主机啊 你在哪个网络 那当我确定了你所在的网络 也就是目的网络之后啊 对吧 我再来看一下你这个网络跟路由条目所指向的网络啊 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那该路由条目就命中这个数据包啊 你就可以使用该路由条目所指向的接口 跟吓一跳 来转发数据 那相反 对吧 你就不能转发 能理解吗 好 这块大家交懂啊 好吧 这块大家交懂 研码越长 地址范围越小 越精确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你一条路由研码越长 你越精确嘛 对吧 你匹配的范围越窄 你匹配的范围越窄 对吧 那你的优先级 你的数据层面的匹配优先级啊 就越高 对吧 你如果两条路由条目都能命中一个数据包的目的IP 你会拿命中长度比较长的这条路由条目啊 来做数据包的这么一个转发 好吧 哎 这就是最常匹配原则 好吧 那这边他也举了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路由器A啊 收到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的目的IP是192.168.2.2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路由表里面有三条路由条目啊 去往192.168的网络 那首先哪条路由能够命中这个数据包呢 第一条和第二条都可以的吧 第三条不行 那接下来第一条第二条 咱们具体使用哪条来转发啊 我们使用第二条对吧 因为第二条命中这个数据包的目的IP啊 咱们命中了24位 而第一条咱们只命中了16位 对吧 第三条就不用想了 第三条根本没有命中啊 所以说根本不考虑第三条 好吧 这就是对称平均原则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例子 我现在收到数据包的目的IP不一样了吧 我收到的数据包的目的IP 192.168.3.2 对吧 然后接下来同样是这三条路 哪条能够命中数据包啊 第一条和第三条嘛 对不对 第一条和第三条都能命中这个数据包目的IP 那当然我们选择什么 第三条 因为第三条路由 研码24位 而第一条怎么样 研码只有16位 能理解吗 是吧 能理解啊 这就是咱们的最长匹配原则 好吧 这就是最长匹配原则 OK吧 非常好 然后接下来咱们这个路由转发的过程 是一个逐条转发 对吧 你这台路由器 你收到一个数据包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你本地查路由表转发 对吧 发给你下一条邻居 你的下一条邻居路由器 收到这个报文中怎么样 你还得要针对目的IP 来查表转发 对吧 那当然由于咱们端倒 端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啊 我们三层报头的原目IP是没有改变的 那所以说了 你只要保证咱们沿途路径的每台路由器啊 都有去往该目的网络路由 那你信源发送的数据 经过这些路由器啊 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 对吧 来转发来转发来转发到目的网络 好吧 那所以说了 在研究路由的时候 咱们不能只研究一台路由器的啊 你要研究多台路由器的 好吧 或者说你端倒端沿途每台路由器的路由条目啊 你都要研究 你若说只有一台路由器 拥有一个目的网络路由 而其他路由器没有的话 对吧 那这个会导致咱们端倒端通信啊 会失败 能理解吧 那这块咱们在考虑路由的时候 请注意啊 这个路由是一个全局概念 好吧 它是一个全局概念 那这块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吧 它是一个全局型概念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静态路由跟动态路 选的协议的这么一个配置啊 好吧 想让路由器获得非直连路 我们说过了 你光给接口配个IP 是没戏的 对吧 你得配置静态路由 或者运行动态路由的协议 你若没有做这些 你光给接口配个IP啊 那直连路由咱们有啊 非直连路由 咱们是没有的 好吧 那接下来配置静态 这个静态就不用说了 对吧 通过配置命令来配就好了 那在路由器的system wheel下 注意啊 不在user wheel 在system wheel下 咱们固定的前缀是IP round static 好吧 后面跟上你要访问的 目的网络的网络号 对吧 后面跟上你要访问的 目的网络的研码 好吧 然后接下来 可以跟一个下一条地址 也可以跟一个出接口 好吧 这就是配置静态路由的两种方式啊 你配置去往一个目的网络路由 对吧 你可以指定一个下一条 也可以指定一个出接口 对吧 那当然在一些比较新的VRP的版本中啊 我们在配置静态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关联出接口跟下一条 你如果说选择同时关联 请先写出接口 再写下一条 能理解吗 如果你先写了下一条 这个出接口 咱们就写不了 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问啊 那对于那些早期的VRP的设备 你若配置静态的时候 咱们只能选择 对吧 出接口或下一条 你不能了解的包含 那咱们什么时候选择出接口的写法 什么时候选择下一条写法呢 好 请注意要看啊 要看你这台路由器 去往该目的网络 你的出接口所连接的网络类型 好吧 请注意啊 对于路由器而言 你去往一个目的网络路由 对吧 你都会包含一个出接口 对吧 这个出接口所连接的网络 有两种类型吗 对吧 我们说了网络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 咱们称为叫MA网络 叫多路访问网络啊 这个叫多路访问网络 还有一种叫P2P类型 这个叫点到点网络 好吧 这个多路访问网络 跟大家说过吧 就是一个网络中 咱们节点数量 可以有任意多个 两个三个四个 你想有几个就有几个 那换句话说 对于我们这台路由器而言 我要访问一个目的网络啊 我的出接口连接的 如果是MA网络 那代表我在发送数据 对吧 通过出接口走的时候 我的下一跳是不固定的 好吧 这种MA网络啊 是下一跳不固定的 好吧 那接下来 如果说我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我的出接口连接是一个点到点网络 这个点到点网络 大家都知道啊 一个网络中 咱们有写只有两个节点 不是我就是你 不是你就是我 对吧 咱们有写只有两个节点 OK吧 那接下来你可以理解为 对于咱们这路由器而言 我去往该非直连网络 对吧 我去往该目的网络啊 我的出接口 在发包的时候 我的下一跳 对吧 下一跳是固定的 好吧 我的下一跳是固定的 OK吧 前者我的下一跳不固定 对吧 因为下一跳不是唯一的 后者我的下一跳是固定的 因为咱们的下一跳是唯一的 OK 那接下来 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环境啊 我的静态路由写法是不一样的 好吧 如果说你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的出接口连接是个MA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 你写去往该目的网络路由的时候 一定要包含下一条地址 好吧 一定要包含下一条 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 你写静态路由怎么样 你只包含一个出接口 路由器只知道通过哪个接口 发包能够去往该目的网络 而你通过这个接口发包的时候 怎么样 咱们的下一条不固定 我们的下一条不固定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告诉路由器正确下一条啊 路由器是没有办法做转发决策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华为路由器上啊 你如果说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你的出接口连接的网络是一个MA网络啊 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写静态路由 只包含一个出接口啊 它会给你报错啊 这个路由在路由表中啊 不会显示 这个路由不会生效 能理解吧 那在Sysco的网络试试中 这种路由能生效啊 在你手中路由 在访问这个目的网络的时候 咱们的效率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你没有告知它 咱们使用哪个下来跳 你没有告知它使用哪个下来跳 它必须得通过什么 一些技术层面的方式来解决 而这个解决的代价非常非常高 能理解吧 所以说咱们不建议你做 OK吧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这个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的出接口连接的网络 是一个点到点网络啊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下头固定的啊 那这块你写静态 可以包含下一条 也可以包含什么 出接口 但是我建议大家 使用包含出接口的 这种配置方式 好吧 你使用这种出接口的配置方式 那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 好请注意啊 你一台路由器 使用一条路一条目 来转发数据 这个数据最终肯定要通过你某一个接口发走 对吧 对吧 那所以说了路由器 中如果包含一个出接口啊 这对于路由器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因为你通过这个出接口信息就知道了 你要把包发给这个目的网络啊 你该把包通过哪个接口发走 好吧 也就换句话说 你一条路由器条目 如果包含了一个什么 如果包含了一个出接口信息 你直接查一次路由 对吧 我这个数据包啊 就都被发送走了 但是相反 如果说你一条路由器条目中 没有包含出接口 你只包含了下一条 那这个路由器 你只告诉路由器啊 你想把包发给这个目的网络 对吧 你想把包发给这个目的网络啊 你得把包发给这个下一条 但怎么发呢 你通过哪个接口把包发出 能够到达这个下一条呢 按路由条目中啊 并没有显示 好吧 路由条目中并没有显示 那你可以理解没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路由条目啊 不能够直接指导 咱们路由器发包发出来 好吧 你只能确定咱们发包的下一条 那接下来针对下一条 你还得继续查表啊 你得继续查路表看一下 你通过哪个接口把包发出 能够到达这个下一条 对吧 那当你确定了出接口之后啊 你最终把包给发出了 对吧 那咱们对吧 这个报文发走了 你最终的这个接收者 才有可能收到这个数据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路由器为了转发这个数据包啊 你查路由表你得查两次 好吧 为什么查两次啊 因为你查了第一次 你只能确定为了把包发给这个目的网络 你得把包发给哪个吓一跳 而至于通过哪个接口来发 对吧 没有显示 对吧 咱们不知道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样 你发不了包吗 所以说你要针对这条路由的下一条地址啊 你要进一步查表 进一步查表 确定咱们通过哪个接口包包发出能到达这个吓一跳 来查找第二次针对这个吓一跳来确定出接口 当你确定出接口之后啊 这个包呢才能最终的被操控走 那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 对吧 咱们写一条静态啊 只包含下一跳 对吧 你在使用这种静态转发数据的时候 对吧 你就要频繁的使用什么 地规表查询机制 那这个地规表查询机制 非常消耗路由器的资源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路由器是使用模糊匹配吗 来查表转发数据 对吧 模糊匹配的效率非常低 CPU消耗非常严重 并且咱们转发延迟又会很大 那所以说这块的话 为了减少路由器的消耗 为了减少端到端 咱们转发数据的延迟 尽可能我们要保证路由器 查表转发数据的时候 查一次啊 这个包呢就能发送走 那所以说了 如果你路由器连接一个目的网络的出接口啊 对吧 你去往一个目的网络的出接口 如果连接是个点到点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下转是固定的 那这块你写静态路由 咱们包含下一条 和没包含下一条 其实都差不多 那这块我建议大家 就是写出接口这种写法 因为你按照出接口这种写法 你写好路由之后啊 这个路由咱们查一次表 就能直接把数据包给转发走 对吧 那咱们这样做的话 不用什么 递规表查询嘛 你不用递规表查询 你就不用担心 咱们转发效率 低下 可以吧 OK 这就是静态路由的早期的 选择配法 好吧 我再想想一下你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的出接口所连接的 如果是个MA网络 对吧 那你通过这个结果发包出去啊 咱们有很多的吓一跳 这个吓一跳不固定啊 那在吓一跳不固定 吓一跳不确定情况下 你必须得告诉他吓一跳是谁 对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你写静态啊 必须要包含下条地址 没得选 那既然包含下一条 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该路由准发数据的时候 咱们会什么 必规表查询啊 效率都比较低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路由器 对吧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啊 你的出接口连接是个点到点网络 对吧 这是一个广于网 对吧 下一条固定的 那下一条固定 爱景就不用担心 对吧 路由器 对吧 配置静态的时候 你没有包含吓一跳啊 他会对吧 发呆 不知道该怎么转发数据 你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 懂得理解吧 那既然这个数据包能够转发 对吧 那咱们转发效率高啊 怎么转发效率高 肯定是写静态的时候包含出接口 咱们转发效率高吗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不需要地规表查询嘛 那所以说了 对吧 既然两种配方都行 咱们肯定要选个什么 不地规表查询的这种配置方式 那就是配置静态的时候怎么样 对吧 配置静态的时候 咱们包含一个出接口 不要包含下降继承 我这么说 大家能听懂吗 大家能听 能理解吗 能理解啊 地规查询 对要尽量避免 是的 地规查询要尽量避免 因为你路由器查表转发 毕竟不像交换机啊 你交换机查表转发数据 第一咱们是精确匹配 第二 交换机查表转发 我是查找卖地质表 这个卖地质表是一张能够基于硬件驱动的表 你使用一张基于硬件驱动的表转发 转发数据啊 你的这个CPU也没有消耗 对吧 内存也没有消耗 转发效率又高 对吧 那这个是特别好的 那所以说你交换机转发数据效率 其高无比 但路由器不行啊 你路由器第一是模糊匹配 对吧 这个行为就是第一特别慢 第二特别消耗资源 然后接下来你路由器转发数据 你查路由表对吧 这个路由表还是基于CPU调用的 对吧 就是慢上加慢嘛 你使用一张基于CPU调用的表来转发数据啊 这个咱们称为叫软路由 好吧 软路由效率特别低 咱们要尽可能的避免 对吧 查表的这么一个次数 你收到一个数据包 查一次表程转发 这肯定是最好的 你如果要查多次表程转发啊 这个我觉得 对吧 就没人能接受 能理解吗 所以说咱们既然能够避免地规表查询 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去规避它 能理解吗 咱们要尽可能去规避啊 地规表查询的这么一个行为 OK 那这就是关于静态配置的这么一个注意事项 那当然这个注意事项呢 在老设备上咱们需要注意一下 但是在新的设备中大家根本不用在意为什么呢 因为新的VRP系统对吧 咱们当前主流的5.0和8.0啊 你在路由器交换机上配置进它路由的时候 咱们出接口跟吓一跳啊 都能同时包含 那既然都能同时包含 我肯定建议大家 咱们在配的时候两者都包含吧 因为两者都包含 咱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嘛 对不对 你就不用担心 对吧 咱们路由器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你出接口连接到底什么类型网络 对吧 你连接的是点到点网络也好 你连接的是什么 还没网络也好啊 都无所谓 对吧 因为你路由器包含出接口又包含吓一跳 对吧 这个下跳咱们确定了吧 你路由器不用蒙圈嘛 然后接下来咱们出接口也确定了吧 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使用这个路由转发数据啊 对吧 你需要递规表查学 那既然这些咱们都能避免 对吧 这个咱们合了不为呢 所以说咱们一般在路由器上配置进台路由的时候 你都会既包含出接口又包含下跳 好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这个进台路由在配置的时候呢 一般就是你有两种配法 一个就是配置明记路由嘛 一条路由指向一个目的网络 对吧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配置另外一种其他 这种咱们称为叫默认路由 也叫缺省路由 这个缺省路由的配法是什么呢 就是IP Rail Statica 对吧 你会发现网络号跟研码咱们都写 好吧 这种路由它最终在路由表面呈现 呈现形式就是全零-零 好吧 它就是全零-零 这种咱们称为叫默认路由 好吧 也叫缺省路由 那这种路由有什么用呢 请注意啊 它不是指向一个网络的 它是指向所有网络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路由研码为零 你会发现咱们拿全零的研码 跟任何数据包的目的IP地址 你作与运算 得到结果都是全零 所以你会发现你拿这条路由 可以命中去往任何目的地的任何数据包 但是由于它的研码为全零 它在命中一个数据包的目的IP的时候 我的命中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可以理解为你路由器收到一个数据包 如果说咱们能拿明系路由命中它 我绝对不会使用默认路由来转发 只有当我任何明系路由都不能命中一个数据包的时候 对吧 我不得已啊 才会使用这个默认路由再转发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默认路由咱们用的比较多 原因就是因为咱们一家企业对吧 你有一个企业园区 这个企业园区 咱们肯定会有一台边界网络设备对吧 这个边界网络设备要么是路由器 要么是防火墙 对吧 这个边界设备一个接口连接内网 一个接口连接外网 那当你连接完毕之后 对吧 你要通过这个边界来办理一个电信宽带 对吧 通过宽带来实现内网到外网访问 对吧 你想实现内网到外网访问 大家也都知道你光连接是不够的 你需要边界网络设备 拥有外网路由 对吧 那这个外网路由 咱们肯定是通过静态来写的 那你在配置静态的时候怎么配 你可以针对外网的每一个网络 一条一条静态来配 那这个效率太低了 对不对 因为咱们这个外网指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外网指就是internet internet就是咱们整个IP为此网络 在internet的时候 咱们有各式各样的IGC机房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器 使用着各式各样的IP地址 对吧 所以你们发现咱们外网 就是星辰大海 你要针对每一个网络 来一条一条的配置静态 我就告诉你啊 配死你 配死你 你也配不完啊 你要配置几十万条 对吧 你有这个闲工夫 你为什么不能配交静态默认 你配交静态默认 对吧 你通过这个默认指向外网 对吧 你发包去往外网的时候 你也甭管这个包去往哪里啊 反正你通过这个默认 咱们都能转发数据嘛 那这样做的话 你办理完企业宽态之后 你的边界设备只需要一条指向外网的路由 就可以实现外网的防备了 那这个 对吧 咱们何乐而不为之呢 是吧 这就是静态默认的这么一个使用场景 好吧 咱们一般就是在一个企业内网啊 咱们使用什么 咱们使用动态路由选的协议嘛 使用动态路由选的协议 来让内网路由器啊 了解到咱们内网的网络深度 对吧 通过这个IGP啊 咱们能获得内网路由条目 然后接下来边界网路设备呢 咱们再通过静态啊 写上默认去往运营商 通过这个静态默认啊 来完成咱们运营商的外网方案 对吧 然后接下来与此同时 咱们呢 边界路由器也会运行路由选的协议嘛 我会通过这个默认路由下放的方式啊 来把这个静态默认通过路由选的协议 对吧 发送给内网这些路由器 那这个时候内网这些路由器 咱们也不用配置静态 它通过动态路由选的协议啊 就能学到去往边界的默认 然后那边界再通过静态默认指向运营商 那这个时候内网主机在访问外网的时候 比如你访问百度啊 访问新浪啊 访问网易啊 对吧 你们这些主机发送的数据啊 到达他们的网关 那他们的网关可以通过IGP的默认路由 对吧 把包发给边界 边界再通过这个静态的默认路由 对吧 把包发给运营商 那这样的话从内到外的通信 就没有任何问题 能理解吧 这就是默认路由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接下来这边的话 就指定了默认路由使用场景了 对吧 这是一个企业园区 咱们有个边界对吧 这个边界路由器A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通过一个企业宽带 对吧 连那根线啊 连到咱们运营商的边界 这个运营商的边界 咱们通过叫PE啊 我们的企业边界 咱们通过叫CE 好吧 当你连完这根线之后 对吧 光连完线啊 你从内到外访问不行的 你连线只是一步啊 你还得要有路由 对吧 所以说你要在边界路由器上 写条静态默认 去往运营商 对吧 咱们通过这条静态默认 你从内到外的访问 就没有问题了 好吧 这是咱们静态默认的 这么一个使用场景 然后接下来这个静态路由呢 问题咱们也说过了 第一个就是 当你网络比较大啊 路由器数量比较多 咱们网络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啊 你配置静态 对吧 来实现咱们端的端通信啊 效率太低了 对吧 因为一条静态路由的命令啊 咱们只能产生一条路由 好吧 一条路由只能只成一个网络 所以当你网络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每台设备要配置很多静态的 对吧 并且静态不能传递 你需要这些路由器主台来做静态的配置 并且这个静态不灵活啊 比如说你去往网络X 咱们有A和B两条路径啊 你在配置静态的时候 你使用了A路径 那接下来如果有一天A路径当了 我需要让大家了解就是 当你A路径当了 10有89是不会影响到咱们 配置静态路由的这个路由器 好吧 这个配置静态路由的路由器啊 依旧会通过A路径啊 来访问网络X 但是此时此刻咱们A路径怎么样 已经不可用了 那A路径不可用了 你通过A路径来访问X 你能访问吗 你访问不了啊 你访问不了 能理解吧 你访问不了 那这个说分就大了 分就大了 你会发现咱们去往X网络 其实还是有路径可以走的 咱们可以走B路径 但是呢由于咱们这个配置静态路由的路由器啊 没有办法根据咱们路径的状态变更 来做一个路由的调整 对吧 它不会因为咱们A路径不可用了 就切换去往X网络路径 咱们走B路径 它不会这么去做 那所以你会发现 明明去往X网络 咱们还有其他路径可以走 但是呢 那些配置静态路由的路由器啊 还会偏偏怎么样 通过A路径啊 再转发数据 那当然这样转发咱们到的了吗 到不了 那最终结果就是 对吧 咱们网络访问就出现问题 对吧 如果说你希望A路径一到 那些路由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来让他们的静态路做一个调整 也不是不可以啊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你想实现这一点的话 你必须要配合一些工具啊 比如说你配合NQA啊 你配合这个BFD啊 对吧 你配合这么一些工具啊 你通过这些工具的配合啊 你可以让咱们静态路由啊 具备自适应性啊 你能够就是让路由器啊 来实时通过这些工具啊 来感知咱们静态路由所使用的路径啊 是否OK 如果说路径OK 对吧 你就让这个静态路由继续保持就好了 如果说你的路径不OK 对吧 你能够感知到这一点 并且迅速的来做一个路径切换 来做一个路由切换 当然呢 代价就是你想实现这点啊 对吧 你要配置很多东西 你的配置量就进一步增加了 对吧 那如果说大家不希望配这么多东西啊 那建议大家就是换一个方式 来让路由器了解到这些路由 那换什么方式啊 对吧 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你在越大的网络环境中 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啊 咱们的对吧 效率就越高 对吧 你可以理解为越省事嘛 对吧 因为你在运行动态路由器的协议的时候 你只需要在路由器上开启这个协议 对吧 你要指定咱们哪些接口要参与这个协议的运作 对吧 然后接下来当你起完这个协议之后啊 协议起完毕之后 路由器之间的会基于这个协议啊 来自动的交互什么哈喽啊 来见邻居 来自动的传递一些更新报文 来实现路由的这么一个传递 对吧 因为每台路由器运行路由器的协议之前啊 你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啊 你也不是说什么路由都没有的啊 对吧 你好歹会有些什么 直连路由对吧 你会有些直连路由对吧 你有直连路由 你只是没有这些非直连路由而已啊 对吧 那接下来你通过运行路由器的协议 你可以把你的直连路由通告给别人 别人可以把别人的直连路由通告给你 那这个时候就是咱们通过这种方式嘛 来做一个路由共享 好吧 你有的别人也有 别人有的你也有 对吧 并且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网络越大 你配置的命令越少 并且动态路由器的协议啊 你不需要结合任何的工具啊 就能实现什么啊 自适应的这么一个调整 你就能实现自适应的这么一个调整 对吧 比如说了 你一台路由器去往一个网络X啊 你有A B两条路径 对吧 你路由选择协议在运作之初啊 你选择了A路径来放了网络X 那也许是A路径更优啊 那现在有一刻 你感知到A路径当了啊 对吧 路由选择协议是能够感知到这一点的啊 那当你A路径当了之后 路由选择协议会立即发现这一点 他会把去往网络X路径怎么样 调成为B路径 对吧 管理员什么星都不用操啊 什么星都不用操 你就能保证 对吧 当你一条路径到了之后 你路由器只要去往这个目的网络啊 咱们还有其他路径可以走 我就会自动的来实现路径切换 好吧 那这就是动态路由选择协议的这么一个优势 那当然动态路由选择协议呢 咱们有很多款对吧 那咱们在研究这些协议之前呢 等下讲一下协议的分类啊 好吧 路由选择协议 咱们有很多的分类方式 首先呢按照他们所使用的范围来分 咱们可以分为两类啊 一类咱们称为叫IGP 还有一类咱们称为叫EGP 好吧 前者叫内部网关协议 好吧 前者叫内部网关协议 然后接下来后者叫外部网关协议 好吧 前者叫内部网关协议啊 后者叫外部网关协议 那咱们官方建议什么呢 就是你在用IGP的时候啊 建议在一个AS内使用 好吧 我们建议在一个AS内啊 来使用IGP 来让AS内录路器了解到咱们整个AS内有哪些网络 对吧 通过IGP来获得去往这些AS内部的网络的录议信息 那这个AS是什么呢 这个AS咱们称为叫自制系统啊 叫自制系统 自制系统的官方描述是什么呢 就是一组属于相同组织 就是拥有相同管理的网络设备的集合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AS就是一个圆区啊 一个AS就是一个圆区 好吧 一个AS就是一个圆区 因为一个圆区 它有一个圆区网嘛 这个圆区网组成它的所有网络设备啊 咱们是所有者同一个人对吧 对不对 咱们所有者同一个人 然后接下来这个圆区网 对吧 我们在配置的时候也是由同一组人来配的啊 他们有相同的管理策略 好吧 这就是满足咱们AS定义啊 这个AS定义就是一组属于相同组织 拥有相同管理的设备的集合 那接下来这个IGP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IGP怎么样 建议在一个圆区网内使用 建议在一个AS内使用 好吧 比如你一个企业园区 一个运营商园区 一个数据中心园区 对吧 咱们可以通过运行一个IGP啊 对吧 来让园区内的每台路务器 了解到咱们这个园区啊 是怎么组建的 对吧 有多少台路务器 有多少个网络 对吧 网络分布在什么样的位置 通过IGP 我们能让这个路务器怎么样 获得该网络内 对吧 该园区内啊 所有网络的路由 好吧 当然呢 你不同的AS之间 我们是不能够运行什么 IGP的 比如说你电信跟连通之间 你不能运行IGP 你电信跟电信可以运行啊 连通跟连通可以运行 但是电信跟连通之间不能运行 当然原因有很多 对吧 那接下来电信跟连通之间 咱们需不需要运行一些协议来交互路由啊 答案是需要的啊 因为你整个internet 就是由各个运营商 彼此连接而成的 你电信的路由连通没有 那你连通的用户怎么访问电信资源呢 对不对 你连通的路由电信没有 那电信的用户怎么访问连通的资源呢 对吧 你为了保证咱们这个internet能够相互的互联互通啊 你每家运营商 对吧 都需要拥有其他运营商的路由 对吧 那不同的运营商 咱们的园区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咱们AS肯定不一样的嘛 那这个时候咱们如何在不同的AS之间来传递路由呢 那我们就是通过运行EGP来实现 好吧 这种EGP叫外部网关协议啊 它专门在不同的AS之间来运作 好吧 IGP是在一个AS内运作啊 而这个EGP呢就是在不同的AS之间运作 我通过在不同的AS之间来运行一个EGP EGP啊 我们呢来让什么啊 AS1路由器拥有AS2路由 AS2路由器拥有AS1路由呢通过这种方式啊 对吧 只要你AS1跟AS2连在一起 你们就可以通过彼此路由啊来实现一个跨域的活动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规一个类啊 属于IGP的协议有哪些呢 啊像瑞普啊 瑞普 EIGRP OSPF ISIF啊它们都属于IGP的范畴 然后接下来咱们的BGP就属于EGP的范畴 好吧 前前面的四个协议啊都是建议在一个AS内使用的 对不对 你不要在不同的AS之间来启用 好吧 然后接下来小网咱们使用瑞普啊 大网咱们使用OSPF跟ISIF 啊 纯思科的环境 咱们使用EIGRP 然后接下来这个BGP呢 就是专门在不同的AS之间使用了啊 咱们在不同的AS之间通过使用BGP 对吧 来实现AS之间的路由交互 对吧 你AS1路由传递给AS2 你AS2路由传递给AS1 对吧 咱们靠的是什么啊 就是靠BGP 对吧 咱们靠这个BGP 那这是第一种分类 然后接下来除了第一种分类以外啊 咱们还有第二种分类 第二种分类要按照什么呢 是按照咱们协议的运作机制啊 按照咱们协议的核心算法来分的 那按照核心算法 咱们如此的协议呢 分为这两类啊 一类咱们称为叫DV协议 一类咱们称为叫DV协议啊 还有一类咱们称为叫LS协议 前者叫什么呢 前者叫distance vector 咱们称为叫 咱们称为叫距离矢量协议啊 叫距离矢量协议啊 后者叫link status 我们称为叫链路状态协议 好吧 前者叫距离矢量协议啊 后者叫链路状态协议 可以吧 那这是基于咱们协议的工作原理啊 咱们来区分的 那这个距离矢量协议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距离矢量协议特点就是 它是基于传闻的 这种协议是基于传闻的 我们称为叫基于传闻的协议 而这个LS协议呢 咱们称为叫基于托闻协议 好吧 那今天呢 这个基于传闻的协议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你R1 连接R2 R2身后呢 咱们有一个X网络 好吧 那这个X网络跟R2直连对吧 所以说你R2只要连接该网络接口 配上IP啊 你就拥有该网络的直连路由 对不对 但R1 由于没有直连这个网络 对吧 我没有这个网络的直连路由 那这块你为了让R1 拥有X网络路由啊 你在1跟2之间可以运行一个距离适量协议 比如R1 那当你运行完距离适量协议之后 R2就给R1怎么样 发送一个叫做更新的报文 那在这个更新报文中呢 它会包含X网络路由 那R2再给R1发送X网络路由更新的时候 就好像在对R1说啊 我身后有一个X网络 对吧 你想访问吗 你想访问 拿我做下项就好 好吧 通过我 你可以访问X网络 而至于X网络在哪里 我不会告诉你啊 我只会告诉你想访问X网络 把包发给我就好了 好吧 这个就叫基于传门的协议 那接下来 当你运行完这个协议之后啊 没有错 R1路由表里面 会出现X网络路由 对吧 下掉啥 但是X网络路由在哪里 我是不知道的啊 我去往X网络 对吧 经过多少台的武器 这些路由器是通过什么类型接口互联的 它们互联的接口的IP地址多少 它们互联的网络类型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是一概不知的 对吧 这就是基于传门的协议 好吧 你在运行距离使用协议的时候 小网大网都能用啊 对吧 那当你用好之后 你会发现一台路由器啊 通过这个协议 我确实没有错啊 获得了各式各样的非直联网络路由 对吧 但这些路由都是我的邻居告诉 对吧 我的邻居告诉我了 对吧 去往往X走我 去往往往Y走他 对吧 我就听信邻居传言 那当然天性邻居传言的 对吧 原因是因为我并不知道 网络怎么连接呢 我不知道整个园区包含多少台路由器 我不知道这些路由器叫什么名字 这些路由器彼此是通过什么类型的 什么接口互联的 我不知道网络分布在整个AS的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说呢 我没有办法来判断啊 邻居给我发送的路由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说我只能选择相信 我只能选择相信 会出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邻居给我发的路由是OK的 没有问题的啊 那我相信了也就罢了 这个路由正确的 咱们使用 对吧 我们使用该路由啊 能够成功的转发数据 去往该目的网络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邻居好心犯了坏事啊 他给我发的路由是错的 可以吧 也许邻居自己本地这条路由怎么样 就是错的啊 他以讹传讹了 他把他认为的这个OK的路由发送给我啊 其实就相当是给我发了条错误的路由 那这个时候我收到错误的路由 我有能力来判断他的对错吗 没有能力啊 所以我选择相信 那这个时候我使用错误的路径信息来转发数据 这个数据首先呢 肯定到达不了目的地啊 并且这个数据可能会沿着错误的路径啊 对吧 不停的传来传去 这个咱们说什么啊 路由选择环路 对吧 那这个路由选择环路啊 你在运行距离适量协议的时候 只要你稍不注意啊 这种事情就会出现 那路由选择环路 对吧 是特别讨厌的 对吧 因为路由选择环路会导致咱们网络不通 并且与同时 对吧 你在环路中 我们转化数据啊 还会严重的消耗咱们的网络资源 对吧 会严重的消耗咱们网络资源 OK 那接下来 咱们链路状态协议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我们称为什么呢 链路状态协议 咱们称为叫基于拓环的协议 比如举例子 OSPFISF 这些协议 就是链路状态协议 可以的 这个链路状态协议的特点是什么呢 对 链路状态协议特点就是 我在多台路状态之间啊 运行这个协议 我并不会直接在路状态之间 来传输路状态 能理解吧 我并不会直接通过这个协议啊 在路状态之间来传输路状态 比如说咱们还是同一个环境啊 R1连接R R1连接R 连接X网络 好吧 那在这块 咱们通过运行链路状态协议啊 希望让R1和X网络路状 可以吧 那这块没有错 R2还是会R1怎么样 发送一个叫做更新的报位 但是在这个更新报位中啊 R2并不会把X网络路由 直接添加到更新中去 发送给阿姨 好吧 我不会告诉阿姨啊 就是你要想想访问X网络吗 你想访问X网络 拿我自己来跳 我不会给你说这种任性的话 我会给你发送什么呢 我给你发送的更新中 会包含叫做链路状态通告的 这么一个报位 好吧 叫链路状态通告的报位 OSPF叫链路状态通告 SS叫链路状态PDU 那这个LSC和LSP里面 到底包含什么东西呢 它除了包含路由信息以外啊 它更多的会包含TOP信息 比如说R2给R1发送的 这么一个更新中啊 会包含以下这些信息 第一个就是我是谁 我是R 对吧 R2是有个名字的 这个名字我们说什么呢 这个名字我们称为叫链路器ID 运行链路状态鞋的链路器啊 咱们都有一个身份标识 这个身份标识咱们称为叫链路器ID R1也有 R2也有 好吧 那R2在给R1发送这个LIC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R1啊 我是谁 对吧 我叫R2 我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他会告诉R1这样的信息 我参与这个链路状态协议的接口啊 有哪些接口啊 这些接口所连接的网络是什么类型的啊 点到点的还是MA的 OK吗 然后接下来这些接口IP地址 磁网研码度量值 如果说这个接口有连接其他的 对吧 运行YSPM路由器 那这个邻居路由器的路由器一定是多少 我会把这些信息整理成LIC 给你阿姨发送走 那所以当你阿姨收到LIC之后 你就清晰的知道 在我们这个网络房间中啊 有两台路由器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个R 对吧 我跟R2是通过什么接口互联的 我很清楚 对吧 然后接下来R有哪些接口连接的哪些网络啊 我也很清楚 也就是说对于RE而言 我知道X网络在哪里 好吧 那既然我知道X网络在哪里 我知道去往X网络的每条路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了 哪条路径优 哪条路径不优 好吧 我会根据这些路径的优劣与否啊 来决定我使用哪条路径 来转发数据去往这个X网络 那所以说最终阿姨使用哪条路径 来转发数据去往X网络啊 是我自己判断得到的 好吧 这不像距离实量协议啊 距离实量协议 我获得一条路由 这个路由都是邻居给我传的 但是在列入重大协议下 我是一台路由去了解到咱们一个范围的网络 是怎么连接的 我基于这个网络范围的连接方式 我基于每条路径度量值啊 我来自行判断 我去往这个网络怎么样 该使用哪条路径 好吧 如果说这样大家还是不能理解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咱们再举个例子啊 我去出差 对吧 我出差到了一个城市啊 运行距离质量协议 就好像比如说我要去市中心 但是这个城市我第一次来啊 我不知道市中心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也分不清什么 东西南北 我就选择问路嘛 对吧 我通过问路 问一个大爷说 这个市中心怎么走 大爷就告诉我了 对吧 你坐几路几路车 坐到哪一站 对吧 去找了 那接下来我能分辨他告诉我的信息对与错吗 分辨不了 因为我不知道对吧 市中心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对的 那所以说我问到的路 我就只能这么去做 对吧 那接下来如果大爷告诉我的路对的 我这么做了 我就能顺利到市中心吧 但是相反如果说大爷记错了 告诉我的路不正确 那我按照他的指示去走 那很有可能就是 越走离市中心 越远 对吧 这就是距离适当协议 叫基于传闻的协议 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炼路状态协议就不一样了 还是举例咱们去出差啊 到了一个陌生城市 我要去市中心 那这次怎么样呢 我选择不问路了 我选择不问路了 怎么样 我搞了一个百度地图 对吧 通过百度地图 我能够知道我在哪 我能知道市中心在哪 我也能分清东西南北 我能知道从我本地出发去往市中心啊 有哪些路可以走 哪条路优哪条路不优啊 对吧 百度的智能算法都会告诉我 是吧 然后接下来 哎 基于我的判断啊 我可以选择一条我认为的最优路径 对吧 来访问这个市中心 对吧 这就是炼路状态协议 好吧 就是所谓的基于拓不的协议 好吧 这就是基于拓不的协议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归个类啊 啊 属于距离矢量协议就有哪些啊 Rip啊 他算啊 然后接下来EI加P也算 然后咱们的BGP也算 然后接下来属于咱们炼路状态协议就有哪些啊 就两款啊 一个是OSPF 还有一个是IS 好吧 这两款协议是属于炼路状态的这么一个范畴 要理解吧 哎 这就是咱们的路由选择协议的第二种分类啊 然后接下来路由选择协议咱们还有第三种分类 这第三种分类是基于距离矢量协议啊 咱们把距离矢量协议分为两个子类 好吧 炼路状态协议没有这个分类啊 距离矢量协议有 那大家想啊 你距离矢量协议在运作的时候 一台路由器 我是怎样来获得一个非职联网路由啊 我是通过邻居怎么样来给我发更新吗 那邻居给我发的更新里面包含的是什么 就是一条路由器本身啊 那咱们也都知道一条路由器里面包含路要素对不对 对不对 分别是该路由的网络号 炎码 对吧 出接口下一条管理局的一根度量纸 那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我的邻居路由器 给我发送一个更新 里面包含一条路由 这个路由不是说这六要素咱们都能添加的啊 你最多只能添加四个要素 哪四个要素呢 描述一个网络的网络号和研码 咱们能包含啊 然后接下来下一条地址 咱们能包含 对吧 然后接下来度量纸咱们也能包含 对吧 但是管理距离也就是优先级啊 还有咱们出接口 我是包含不了的 好吧 那出接口不能包含的理由很简单啊 我又不了解你 你路由器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你哪个接口的编号是什么 对吧 我给你传一条路由 我怎么能够替你决定 你要通过哪个出接口来转发数据呢 能理解吗 我只能告诉你 你在使用路由转发数据的时候 你拿我做下一跳 这个下一跳 我能替你做出啊 但是出接口 这个你自己决定 能理解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管理距离 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啊 这个管理距离 用来衡量一条路径的好与坏 这个是厂商的这么一个私有的 这么一个行为 对吧 我也说了不同的厂商 针对相同路由器的协议啊 我判断这个可靠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思科认为OSPF不可靠对吧 华为认为OSPF可靠 你这个都没有对错之分的 那所以说这块的话 我这条路由器 我们在我本地啊 优先级多少 它的可靠程度怎么样 只要只跟什么 只跟本地有关 它只是一个本地的概念 好吧 它只是一个本地才说 我在给你发送路由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知道 我本地关于该路由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对吧 而至于你收到这个路由 你怎么看这个路由 对吧 也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在给你发送路由的时候 对吧 你收到路由之后啊 你会给这个路由根据 对吧 你的厂商的这么一个 对吧 定义嘛 来给予这么一个管理距离 而我关于该路由给予的管理距离啊 这个只有在我本地才有效 懂理解吧 我给你发送路由最多包含这四样参数 但是最要注意的是 这四样参数啊 还不是什么情况下 咱们都能包含的 有的时候咱们能包含 有的时候咱们不能包含 那具体点看 你运行的距离适量协议啊 到底是哪一类啊 具体适量 距离适量协议啊 分为两类 一类咱们称为叫有类协议 一类咱们称为叫无类协议 这个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对吧 有类路由器 咱们只能运行有类协议 无类路由器咱们既能运行有类协议 又能运行无类协议 当然有一说一啊 无类路由器 你运行有类协议干嘛 吹饱了撑的 咱们一般更多的是无类的协议 无类的路由器啊 你运行无类协议 好吧 那接下来这些有类的距离适量协议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台路由器 发送用更新给邻居啊 对吧 你的这个更新里面包含的路由 你不能够携带这四样参数 你只能携带路由的网络号啊 还有包含一个度量纸 然后接下来咱们研码跟下一条地址啊 是不能携带的 那教授给大家了 你一台路由器收到一条路由 这个路由里面没有研码 这个路由里面没有吓一跳 你们觉得这个路由咱们能用吗 你们觉得这个路由咱们能用吗 对吧 肯定不能用啊 因为你路由器转发数据 咱们是基于什么 模糊匹配的 对不对 你若说路由器没有研码 你怎么做这个模糊匹配啊 你是不是做不了啊 能理解吧 你根本做不了啊 那所以说这块的话 你若一条路由没有研码 你根本没有办法使用该路由来转发这种数据啊 然后接下来路由的下一条 用来指定咱们路由的走向 你若这个路由器没有下一条 你能使用它吗 你也用不了啊 那所以说了 为了能够使用路由 接收者路由器收到路由器 这个项目之后啊 我要去猜 猜路由的研码是什么 猜路由的下一条是什么 当然这个路由的下一条 咱们很容易猜对啊 但路由的研码 咱们想要猜对的话 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进行地址规划的时候 你最好全部都只使用什么 主类地址 你使用主类地址 那咱们再猜研码的时候 你基本是不会猜错的 那接下来 如果你想用紫网化来解约地址啊 你只能使用FLSM 你要保证在这个有类环境中 你所使用的地址啊 只要是属于同一个主类地址段的 那所有紫网地址 咱们的网络位长度 必须要完全相同 因为只有这样 你在运行有类的距离食堂协议的时候 对吧 你一台路由器 收到一条 收到什么 你收到一条没有研码的路由啊 你能成功的猜中它的研码 那理解吧 如若不然 你使用VLSM 对吧 会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是你路由器之间运行一个有类协议啊 我原本应该把一条路给你发送走 现在发不走了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 对吧 我给你发一条路由 路由发走了 你收到了 但是你猜错了研码 导致路由虽然交到你的路由表了 但是你没有办法使用该路由 来转发数据去我们该目的网络 对吧 这会出现问题 想理解吧 这会导致咱们联通信啊 受到影响 对吧 这会导致咱们联通信受到影响 OK 那所以说了 这是为什么 在有类环境中 咱们可能做VLSM 但是在无类的环境中 就没有这个讲究了 因为在无类的环境中 请注意啊 你路由器之间 运行一个距离适当协议 对吧 我给你发送一个更新 更新里面包含一条路由 这个路由的四样参数啊 咱们应有尽有 那既然应有尽有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接收者收到路由之后啊 接收者路由器 不用做任何研码猜测 不用做任何下一条地址猜测 但你既然不用猜 你也不用担心 他猜错什么东西 对吧 他也不会猜错 那既然不会猜错 你在做地址规划的时候 对吧 你VLSM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啊 没有任何问题 想用就用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这就是路由选的协议的 这些分类 对吧 那既然这个有类和无类啊 有的时候在官方文档上 在一些教材上 你针对链路状态协议 你要去做个判断 好吧 如果有人问你 OSPF是一个 对吧 有类协议还是无类协议啊 那咱们回答就是 链路状态协议 对吧 它肯定是无类的 首先它根本就不在 它根本就不在路由器之间 来传路由 好吧 它根本就不在路由器之间 直接传路由啊 咱们传至LSA 这个LSA里面 虽然包含了什么 包含路由信息 但是它更多的 会包含一些拓捕信息 能理解吧 那既然咱们传的 不是路由条目 咱们传的是其他信息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 没有所谓的有类无类分法 当然如果说你一定要按照 有类无类来分的话 那它们都属于什么 无类型 好吧 好的 这一块的话我希望大家 能够有这么一个概念 好吧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路由的一些 高级特性啊 首先第一个就是路由地规啊 对吧 叫recursive 叫路由地规 这个路由地规呢 再次解释一下就是 你路由器是用条路由来转发数据 对吧 那这个时候由于什么 由于你这个路由怎么样 只包含下一跳 没有包含出接口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使用该路由转发数据 你发不出去啊 发不出去 这个时候你查路由表来转发数据 你只能确定下一跳 好吧 那确定完下一跳之后啊 你要针对这个下一跳 来进一步查路由表 确定出接口之后啊 当你了解出接口是哪个接口了 你才能把数据脑给发送走 那这种针对发送一个数据包啊 你要查多次卢表的行为 咱们就称为讲 对吧 地规查旋 那这个地规查旋的话 对吧 咱们要尽可能减少它的次数 那当然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咱们需要利用地规查旋啊 来增加咱们路由切换的 这么一个灵活性 那当然具体的咱们在NP中啊 慢慢去讲 对吧 这就是地规查旋 然后接下来咱们还有ECMP 对吧 等价不再均衡 好吧 这就是泥台路线 对吧 通过相同的协议啊 通过多条路径 学到去往相同目的网络路由 这些路由怎么样 度量值管理距离相同啊 那我可以同时把它们加入路由表 来转发数据 对吧 在届时我收到去往该目的网络数据的时候 对吧 A路径也可以走 B路径也可以走 对吧 那到底走哪个路径 是根据一个散连算法来决定的 好吧 那这个具体的咱们也在NP中去接受 好吧 咱们也去NP接受 然后接下来咱们还有一个叫 浮动静态路由的概念啊 这个浮动静态路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静态怎么样 来修改管理距离实现储备啊 就是你一台路由器 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啊 A去往这个20网络 咱们有两条路径对吧 你如果觉得上面这个路径走B这个路径比较优啊 走C这个路径不优 对吧 你就可以写静态的时候怎么样 对吧 通过B做下一条的静态啊 你不修改优先级 让它保持默然的60啊 然后你通过C再写去往20网络静态路由的时候 你把优先级怎么样 改成70 对吧 上面路径优先级60 下面路径优先级70 对啊那虽然都是静态 通过相同方式获系的啊 但是咱们通过优先级比较啊 我会优选什么啊 优选上面路径的吗 对不对 优选上面路径 那所以说你平常在转发去往20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啊 上面路径 然后既然当你上面路径当了 对吧 那你通过上面路径配置的去往20网络路由啊 对吧 你由于列路荡了 你就消失了 那消失之后 对吧 那届时你在放到20网络的时候 你就会通过下面这个路径 好吧 因为当你上面主路径荡了 你通过主路径配置的优先级更低的静态路由消失了 那这条对吧 你修改的这个优先级更高的 这条静态啊 它就会浮现在路由表中啊 那这个行为咱们就称为上叫什么 叫浮动静态路由 好吧 那当然这个浮动静态路由 这也是在MP中啊 我们会重点研究的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这节课最后一个知识点啊 叫CDR 这个CDR 是伴随咱们的子网化啊 存在的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叫无类预间路由 好吧 它的全称叫Classless Inter-Domate Routing 叫无类预间路由 那这个子网化呢 咱们也都知道是通过界位的方式啊 来把一个主类地址 分成多个子网 对吧 把这多个子网用于多个不同的网络 对吧 来节约地址 那接下来这个CDR呢 就是 来针对路由器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啊 来做一个合并 你在提到CDR之前呢 对吧 提到CDR之前 默认情况下 路由器啊路由表里面一条路由条目 是指向一个目的网络的吧 对不对 这也就是说你有几个网络 你路由表里面就应该有多少条路由条目 但大家都知道 路由条目是靠内存来维护的 对吧 你路由条目越多 你消耗的内存就越多 对吧 你的这个效率就会越低嘛 并且你路由条目越多 你在帐表转发的时候 你帐表转发 是拿路由表里面的所有路由条目啊 来逐条匹配数据包的目的IP 对吧 那你路由条目越多 你匹配的过程越长 你消耗的CPU资源越多 并且你的延迟就会越高 对吧 你的延迟就会越高 那这块的话呢 咱们要尽可能的减少路由器路由表中的条目数量 并且还不能影响路由器的 这么一个转发能力 对吧 你要该能访问的网络 咱们还能访问 并且要尽可能减少路由条目 那咱们的方式就是 尽可能的来做什么 路由合并 对吧 你要把去往多个网络的路由条目 做一个合并 用一条路由条目来表示 你要尽可能的使用更少的路由 对吧 来描述什么 去往更多网络的路径信息 对吧 也就是说原本咱们一条路由 只像一个网络 我觉得不行啊 效率太低了 我现在希望一条路 条目能够同时指向什么 多个网络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那这个时候 咱们就要做什么 就要做C的 C的准确来说 咱们有两个行为 一个叫路由汇总 一个叫路由聚合 一个叫路由汇总 一个叫路由聚合 前者这个叫 summary 后者这个叫 aggregation 前者叫 summary 后者叫 aggregation 好吧 那接下来这个汇总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多条路由做一个合并 好吧 你把它们改成一个沿码更短 对吧 沿码更短 这么一个路由 对吧 就是通过这个路由来涵盖 去往更多网络的这么一个路径信息 比如举个例子 这边的话主机A连接了这么多的网络 然后接下来主机A连接主机B 那对于主机B而言主机B去往这些网络 你都得要把包发给什么A嘛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对于B而言 你去往这每一个网络 单独的搞一条路由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可以吧 你可以拿一条路由来涵盖 去往所有直接网络的路径信息 好吧 这个叫汇总 汇总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 就是首先该路由器去往这些网络 咱们对应的出接口 跟下一条必须要相同 如果说你路由器去往多个网络 咱们的出接口跟下一条不一样 对吧 你这个没有任何汇总的可能性啊 对吧 因为南辕北辙了 能理解吧 南辕北辙了 就好像你人在南方 对吧 你去往北京和天津啊 对吧 你可以拿一条路无条目来涵盖 但你不能说你人在中间 对吧 你去往北京和你去往广州啊 你拿一条路无条目来涵盖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去往北京向北的 你去往广州向南的 他们路径是不一致的 什么样的多条路由咱们能合并啊 哎 只有这样的路由咱们能合并啊 就是你们你们这些路由怎么样 哎 你们这些路由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他们对应的是相同出接口 对吧 他们对应是相同的吓一跳 对吧 我在访问这些网络的时候 出接口跟吓一跳相同 那这个时候才具备合并的 这么一个条件 这是第一点 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 你这些路由你们的前缀必须要连续啊 对吧 你不能东一段西一段 对吧 你来一个10点一点点零 再来一个172点16点一点零 你告诉我这两条路怎么合并啊 对吧 你们的前缀差的太远啊 好吧 我想要给你们合并 前提是你们俩的前缀啊 要足够连续 好吧 前缀足够连续 研码相同 并且我去用你们这些网络啊 我的出接口跟下一条相同 只有当你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这些路由咱们才能合并 对吧 然后接下来合并的话 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啊 建议大家不要乱合并啊 咱们在合并的时候呢 要尽可能精确一些 比如说 B去往A 假设A生后啊 咱们有两个网络 假如说有两个网络 这两个网络分别是 假设分别是 172.16.0.0-24 还有172.16.1.0-24 那接下来针对这两个网络 咱们来最精确的合并 合并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们合并的结果就是172.16.0.0-23 好 那大家可能会问啊 你这个合并是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你把这两条路由的前缀 你可以展开来 通过二进制啊 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你会发现 咱们这两条路由啊 它们是第三段 还是变得不一样了 12345678 好 它这边的话也是啊 1234567 你会发现咱们这两条路由 它们的前缀啊 前23位相同的啊 前23位相同的吧 然后接下来从第24位开始 不一样了 对吧 那接下来在做精确的路由合并的时候 你就要找到这多条路由最长匹配的这一位啊 就是它们的第23位 你在第23位这块画根线 啊 我相信这个做胶片的人肯定是听过我的课的啊 看到吧 这些路由 你要找到他们前缀最长匹配这个位啊 在这块画根线 左边的保持不变 右边的全部置零 好吧 左边的保持不变啊 右边的全部置零 那得到结果是不是就是172.16.0.0啊 然后接下来该会读路的沿码就是你画线那一位啊 23位 好吧 这就是咱们会读结果 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个会读后的路由 如果你再借一位啊 你借一位就能够划分出这两个字网 能理解吧 那接下来这个行为咱们通过叫汇总 什么叫汇总啊 就是你把多条路做一个合并啊 你合并后的结果 对吧 依旧是一个子网路由 对吧 这叫汇总 那接下来汇总的极限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多条子网路由啊 通过合并变成一个主网路由 好吧 那这个咱们称为叫汇总的极限啊 你汇总的极限是只能把多条子网路由 汇总成一条主网路由 好吧 你不能再继续继续了 那如果说这块的话咱们假设了 你这个R1连接R2 RA连接RB 你RA连接RB 你RB身后咱们有这两个网络啊 假如说这两个网络分别是192.168.0.0.24 还有192.168.1.0.24 那这个时候咱们针对这两条路由能不能合并呢 当然是可以合并的 但是这个合并的行为咱们就不能称为叫路由汇总了 我们就要称为叫路由汇总 因为他们合并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192.168.0.0-23 那大家来告诉我 这是一条寻常的路由吗 不是的啊 因为你这两条-24的路由咱们都是主C类路由对吧 这个主C类路由的主类沿马就是24位 你现在把两条主类的连续路由做一个合并啊 合并出来了这么一个怪物啊 这个怪物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的沿马甚至比我们的主类路由的沿马还要短 这个是打破了咱们主类沿马的边界了 打破了咱们的主类边界啊 那这个行为咱们就称为叫聚合 聚合跟汇总其实都是路由合并啊 但是呢他们的区别就是聚合的结果 对吧 是打破咱们主类沿马边界的 这个叫超网路由 好吧 这个叫超网路由 那这个咱们就称为叫汇总 好吧 汇总和聚合 能理解吧 汇总和聚合 就是 对吧 咱们根据结果啊 可以做一个区分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可能会问了 那为什么做合并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连续呢 一定要精确汇总呢 对吧 原因就是因为咱们为了避免出现汇总后的问题 这个汇总后的问题有哪些呢 对吧 有路由环路 也有就是路由黑洞 好吧 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路由环路 比如说这边就是个例子 你在B上写了一条静态默认啊 去往A A上写了一个静态默认 去往B 那这个时候 是B上写了一个静态默认去往A啊 A上写了一个什么 A上写了一个 10.1.0.0-16的 这么一个汇总路由去往B 可以的 那接下来大家看啊 你B身后咱们确实有10网络存在啊 但是它存在多少个10网络啊 它有10.1.1.0对吧 10.1.2.0 直到10.1.10.0 但是咱们这个10.1.0.0-16 你如果把它借8位 它能划分出多少个子网啊 你把它借8位 它能划分出多少个子网 它能划分出256个子网对吧 怎么会128呢 256啊 而这256个子网中 你B身后存在 是不是只有这10个子网 好吧那我举个例子啊 假设以这个子网为例啊 10.1.10.0 10.1.100.0吧 -24 针对这个子网 不要问大家了 你收到一个包去往这个子网 你能不能拿10.1.0.0-16的路由啊 来转发 能不能 你不是有这么条汇总路由吗 你通过这条-16的汇总路由 能不能转发去往这个子网的数据 能不能 可不可以 行不行啊 答案是可以的啊 对不对 你能使用该路由转发去往这个子网的数据啊 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问大家了 你这个子网在B身后吗 这个子网在不在B身后 B身后有这个子网存在吗 不在啊 那所以说呢 你莫名其妙把这个不存在的子网也汇总到咱们路由中去了 这就是说对于主机而言 对于咱们路前而言啊 我认为去往10.1.100.0 对吧 我收到这个包啊 我该把包给你B发走 但你B身后根本就没有这个网络存在 那所以说了 我就会怎么样 把去往这个网络的数据啊 给你B发走 而你B由于没有这个子网存在 对吧 你收到这个包你会通过默认路由 再把包转 转发回什么 A啊 可以吧 然后接下来A再把包还发给B B又把包还发给A 那你会发现 就是关于这个10.1.100.0 或者说关于咱们这个B身后 所有不存在于咱们这个汇总条目内的这些子网啊 当我A收到去往这些子网数据的时候 我都会尝试通过汇总路由发送给B 然后接下来B通过默认发送给A怎么样 在你们之间形成环路 可以吧 这就是环路 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时候B没有去往A的这个默认路由 好吧 假设B身后就这些明细的直链路由 那接下来这边的话 就是你A配置一条这个过分的汇总路由啊 指向B 那这个时候当我收到去往你身后不存在的子网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对吧 我也会通过汇总路由发送给你 那这个时候由于B对吧 没有这些子网存在啊 咱们也没有路由来找到这个数据 他就会直接丢包 并且这个丢包行为A是不知道的 那A你收到了去往这些子网的数据的时候 你依旧会给B发 B收到数据之后 E就会丢弃 对吧 那虽然这个不会导致环路啊 但是会导致什么啊 叫做路由黑洞 这会导致路由黑洞 只要你会懂不够明细 你就会出现路由黑洞 或者 或者 路由缓路啊 这些问题的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在做汇总的时候 你做的不够精确 你若说做的足够精确啊 对吧 那这块的话咱们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大家可能会问 那什么情况还会做的精确啊 那首先必须按照咱们刚才的规则来做啊 对吧 找到这些路由前缀最长匹配的位 画根线 左边的不变 右边的智林 对吧 然后形成一条比较精确的汇总路由 那这只是 对吧 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你还得要保证 咱们这些被汇总的路由前缀啊 你是要真的连续 对吧 那什么叫真的连续呢 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连续啊 未必是真的连续 比如说举个例子 172.16.172.16.1.0-24和172.16.2.0-24 大家来看啊 你们觉得这两个前缀 他们连续吗 你们觉得这两个前缀连续吗 对吧 不连续啊 但其实新手看起来你们会觉得他们是连续的 对吧 靠的很近啊 看起来连续啊 但是接下来你来看啊 针对他们来 咱们来做汇总啊 这个汇总结果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啊 他的二进制是什么 他的二进制前面七位都为0啊 1234567 他换成二进制的话就是12345610 好玩这样的 你会发现这两条路的前缀啊 他们是前22位是一致的 好吧 他们前22位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咱们做汇总 汇总结果是什么呢 是172.16.0.022 好吧 他们的汇总结果是这个 真的连续吗 答案是并不连续 因为你拿这条汇总路由 对吧 你反向借位两位啊 你会划分出四个字枉 哪四个 除了这两个字枉以外 咱们还有172.16.0.024 对吧 还有172.16.3.024 好吧 但你会发现咱们0.0和3.0是没有的 你只有1.0和2.0 好吧 那所以说了 你就算通过这种最精确的汇总方式 来给他们做一个合并啊 但合并后的结果 依旧是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黑洞 因为你使用这条汇总路由 你可以转发去往这两个网络的数据 但这两个网络 对吧 在邻居东西身后啊 并不存在 所以说了 当你收到去往这两个网络数据的时候 你会给邻居发 但邻居怎么样 收到数据之后 要么就是通过什么 默认路由给你发送回来 形成环路 要么就是没有路由 给你直接丢包 形成黑洞 但总而言之 对吧 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形成黑洞嘛 咱们浪费一些资源 然后比较糟糕的方式就是 咱们出现了环路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极度糟糕的 这么一个行为 对吧 所以说了 做汇总的话 咱们要慎重啊 慎重一点 慎重 这就OK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已经快吐了 连续的接近讲了两个半小时 我连讲 挨一课 我连讲挨一课都没有这么累过 太累了 所以说这段NA的话 我就只讲一次了 讲完一次之后 估计不会再讲了 哈哈 实例就是实例是吧 好了 那现在这块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思考题吧 路由器如何选择路无条目 对吧 如何优选路无条目 就是你要看一下多条路由对吧 如果是相同呢 看一下他们是否是通过相同协议学到的 如果不是单纯的比较优先级 谁想优选谁 对吧 如果是通过相同协议学到的 先比优先级 再比度量值 都是选小 对吧 那如果说优先级和度量值一样小啊 对吧 并且路由选的协议支持 咱们可以执行什么 BCMP 啊 如何配置浮动路由 就是把某一条路由的优先级改高就好了 对吧 那通常情况就是一台路由器 去往一个目的网络 咱们有两条路径 一条优一条不优 对吧 那优的做主 不优的做费 那你通过不优的路径 来配置区 去往该目的网络条目的时候 你添加preference 参数 添加一个更高的优先级 就可以实现 该备份路径的路由 对吧 正常情况下不会存在路表中 只有当你主路径路由消失了 备份路由才会出现 好吧 这个叫浮动路由 然后接下来这个10.1.1.0 3.0 9.0 汇总之后的网段是什么 答案是我不做汇总啊 因为他们汇总之后一定会出现黑洞 因为他们不连续 好吧 当然如果说你是个菜鸟 你不在意出现黑洞的问题的话 你汇总就按照咱们方的方式来汇就好了 对吧 当然前提是路由器访问这三个网络 对吧 咱们出接口下一条一样 你这三个网络咱们的沿马相同 前缀不连续 咱们也可以尽可能通过连续的方式 来给你做一个合理 那咱最终的合并方式 合并后结果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0的 应该是-20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内容 今天内容真的很多 然后呢还比较绕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理解 虽然比较难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 好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请相信我这节课 如果你们好好的去学 好好的去听 都听两遍 肯定是能够听得懂的 这节课结合胶片 结合我的解释 结合我给大家扩展 一定是能听得懂的 好吧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就要时间 给大家福利了 好 这次咱们到此为止 大家拜拜 MP不会更难 MP会更加的细致 会更加细致 大家拜拜